第502章我说我没看到 你相信吗 三天 魏林马上不满意地皱起眉头 冷冷地看住她说 告诉那的蔡刚 我只给她一天时间 我守着她查 她明晚上给不了我结果 我就找上面的人来查 连她一起调查 魏家有这个实力 她自然有底气说这话 这个圈子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大鱼在圈子里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蔡刚没见过世面 硬要为了江家跟他们作对 魏林也不处 江家有人脉在 他们魏家同样有底气 甚至底气比江家足 这次 他非要为魏琪讨回个公道 魏东山早就对蔡刚 推三阻四的行为不满意很久了 听到他这么说 微微勾起嘴角 马上道 嗯 我跟他说审讯 是李 强念着前脚送走过来 兴师问罪的魏林 后脚蔡刚就拿着手机进来找他 他话不多说 把手机递给乔念 乔小姐 有一通您的视讯通话 您接一下吧 恩 谁打来的 嗯 蔡刚连说都不敢说那个名字 含含糊糊地把手机往乔念手里塞 就是一个电话 乔小姐你看看就知道 乔念坐姿散漫 没个正行地靠在椅子上 素 怀远没来 他暂时不能出去 听到蔡刚说有他电话让接一下 还难闷为什么不打给他 非要打到蔡刚那里 让蔡刚转给他 结果一眼看到顾三那张脸 他太阳穴狠狠跳了下 顾三不是重点 重点是顾三旁边的某人 叶望川 他瞄懂蔡刚方才为什么不敢把名字说出来了 乔小姐 你没事吧 顾三一看到他 立刻紧张兮兮地问他 脸上的担心不似作为 没 乔念生挺哑 他本来半个背都靠在椅子上 长腿搭在边上 这会儿不得不坐直起来 拿着手机 一胎眼发现蔡刚溜得比谁都快 给他打了个手势 用口型说你慢慢打 我先出去 乔念都来不及叫他 他跑得比兔子都快 已经出去了 你们怎么想到要打电话给蔡菊 他不得已收回视线 看起来很淡定地说 顾三担心他一个人在派出所被欺负 这会儿见他神态自若 不像是受了欺负 心放下去大半 眼睛也开始往身边描去 支支吾吾地说 旺爷怕你手机被没收 打不通 所以想到给蔡刚打电话 让他把手机给你 其实主要是旺爷给乔小姐发了讯息 问他现在在哪里 乔小姐没回 旺爷就以为乔小姐手机被没收了 一时担心 想到这个迂回的方式 他看乔念的状态 一看就知道 乔念没怎么被限制人身自由 没回旺爷消息 可能是单纯的 不想回 他在心里给自家旺爷点根蜡烛 表面看起来苦哈哈地问 乔小姐 您手机 乔念当着他的面拿起桌上的手机 眼尾瞇住 挺躁欲看了看手机 果然有一条夜望川发过来的讯息 他点开看了看 夜望川 在哪里 空气有两秒钟的沉默 乔念放下手机 抬起头 眼眸有黑透亮 挺一脸真诚地说 那个 我说我没看到 你相信吗 第503章 他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 顾三下意识地偏过头 去看身旁的男人 差点脱口而出 望爷 问你那 幸好话出口前 他憋住了 默默地把话咽下去 乔念挺躁欲 压了压冒言 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又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刚来的个人找我谈话 我光顾着跟他说话去了 就没看手机后 半句他没说 夜望川那种问在哪里 在干嘛的消息 他一般当成垃圾消息处理 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人问 他基本上不会回复 他发的话 自己应该会回复 乔念挺烦躁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就下意识地觉得会回他 他抿了明嘴角 了解的眼尾有些躁 不是故意不回你消息 夜望川看到他没事 心已经放下去大半 怎么可能真跟他计较 回没回消息 这么小的事 挑起眉梢 目光灼灼地看他 问 有人找过你 阿提着这个 乔念脸上露出一丝潮意 身体放松得很清楚 显然没当回事 不止一个人来找我 已经来过两三拨人 夜望川换了个方向拿手机 能更清楚地看他 闻眼脸色微冷 但脸上看起来没什么表情 看不出他是不是生气了 他们找你做什么 他不继续揪着消息的事情问 乔念放松多了 没眼输了 整个人坐在椅子上 没个正形 眼神就停眼 没什么就告诉我 现在痛哭流涕 还来得及 劝我早点认错 他们愿意放我一马 顾三也在旁边 听到他用散漫的语气 说这话 再看他脸上 混不在意的匪气 嘴角抽了抽 乔小姐 我知道您不怕 但是您好歹给人家 卫家点面子 稍微收脸下呀 这要是让卫家人 看到乔小姐 还是这附混不吝态度 还不气得半死 他不知道卫灵 已经被乔念气得半死 这会儿还胸口疼 半天缓不过气来 叶望川看到他 漫不经心的样子 反而勾起嘴角 笑了笑 剩下的半颗心 跟住放下去 一双眼睛 彭腹能动吸人心 顾三还一副 傻啦巴唧的样 他已经理解到 乔念没说的话 你手上有为其的把柄 他语气很随性 很多时候 他和乔念说话的 语气很像 都有种 凡事不放在心里的随性 好像世上万事万物 很多值得他 去留心的东西 就连他追查 非法区的事 顾三见他也是游刃有余 懒洋洋的 唯独在乔念的事情上 能少见的 从他脸上 看到在意的神色 顾三默默地 收回视线 总觉得 这个视讯通话里 就没他这个人 他比边上的背景板 没好哪里去 因为他完全听不懂 妄爷在说什么 魏琪虽然不争气 好歹是魏佳人 乔小姐在厉害 认识的人 都是绕成圈子里的人 在哪里去弄魏琪的把柄 魏佳人不是傻子 魏琪有把柄 他们早就清理前进了 绝对不会留到现在 让人抓尾巴 乔念没想到 他如此聪明 自己什么都没说 他都能看出自己手里 握着魏琪的把柄 第504章念解 已经找到人来接 他没否认 我是让人帮我查到点 有意思的东西 这话的意思 是承认了手上 有魏琪的把柄 叶望川眸色很深 从表面看不出 他在想什么 一双眼睛 生得极为漂亮 眼阔深邃 内敛着一片黑色 能不能发我看看 乔念觉得 也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东西 没怎么考虑 很爽快地说 行 我等会发给你 夜望川安了一声 又换了个姿势问他 我凌晨一点到绕城 要不要我先找个人去接你 他倒是想亲自去接 奈何飞机到达时间太晚了 十月份的天 绕城晚上 开始冷起来 他担心 乔念一个人 再派出所受委屈 他行事作风 一向强势 只是这些年 随着年龄增加 性子沉淀下来 脾气内敛了很多 但骨子里 鼻子的压迫感还在 他若是出面要接人 给卫林十个胆子 卫林也不敢把人留下来 乔念却说 你不用专门为我的事跑回来 我已经找到人接我出去 他在来的路上 据我说知 袁总在海外出差 没再绕成夜 望川不是不相信他的话 主要担心他闷声不肯说 有时候 乔念的性子很降 相处这么久 他早就看出来 他是那种极为不愿意 麻烦人的人 什么事都习惯性 自己去解决 哪怕在解决的过程中 弄得头破血流 也不会开口麻烦别人 夜望川博纯敏承一条线 他说不出 乔念这种性格 算好还是算不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他尊重他的所有优缺点 只是希望他起码在自己这里 可以稍微放下身上的盔甲 相信他一点 乔念没想到 他还去查了袁永勤的行程 有点意外的挑眉 但没有生气 也没有意识到 夜望川这种行为 其实有点侵犯他隐私 他心平气和地说 我没找原因 我找得苏老 他来回来的路上 不出意外的话 一个小时内能过来 顾三本来在旁边 当着一个尽职尽责的背景板 这会儿听到他用淡淡的语气 说起苏老 嘴角狠狠抽搐起来 像苏怀远这样的人物 搁在京市 顶级圈子的几个家族 都要得提起十二分精神去对待 乔小姐口中的苏老 听起来怎么有种 邻家老者的形象 夜望川没想到 他会找苏怀远 更没想到苏怀远 这么给一个女高中生面子 愿意大晚上专门跑一趟去接他 虽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听到苏怀远要去接人 他彻底放下心来 又跟乔念说了几句 就挂了电话 车内 顾三就等他挂电话 长憋着一口气总算能吐出来 拍着胸脯 心惊肉跳地说 望爷 乔小姐和苏老什么关系 苏老竟然愿意为乔小姐跑一趟 这天挺冷 关系一般 别人未必会卖这个面子 关键这个人不是别人 是苏怀远 这位可是的大人物 和聂老那些不一样 手握住实权 多少人想着法 想认识这位大人物 人家都兴趣搭理 乔小姐这 第505章 我觉得乔小姐是想要为妻子 叶望川没理他 一直等着乔念发消息过来 只听手机钉的一声响 消息来得比他想得还快 乔念传给他一个文件 旺爷 乔小姐传讯息过来了吗 顾三看到他在看手机 也伸长脖子凑过去 嘴里还念叨住 他手里真有小胃少的把柄 不可能吧 他私心里不认为乔念手里 有胃气什么致命的把柄 最多收集到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谁曾想他刚看了一眼 眼睛顿时瞪得比牛还大 嘴巴也不自觉地张大 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我去 望爷 这 这东西也太猛了 他一目十行 看完乔念发过来的东西 脸上已经不知道 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来 才算正常 只发自肺腑地呢喃了句 我 我觉得 魏佳只是想让乔小姐哭 乔小姐是想要为妻子 魏佳只是想让乔小姐哭 乔小姐想要为妻子 叶望川也看完自己手机上的文件了 他神情看上去比较平静 没顾三那么夸张 其实内心一样震撼 他也没想到乔念手里有这些东西 这文件里随便一样都能让魏佳和魏琦 焦头烂额半天 他不只有一样 他有整整一个文件价 他顺便看了看资料价的大小 一记 顾三说的没错 就这里的东西足够魏琦底上一条命 只是 叶望川眸色极黑 突然问他 魏佳现在在干什么 顾三还在惦记住他手机里的文件 文言抠脑袋 魏佳也没干什么 就之前取消了乔小姐学籍 暂时还没新消息传出来 估计是因为蔡刚在那里顶住 他们暂时拿乔小姐没办法 对了 我想起一件事来 说叶望川声音很低 是那种鼓动耳膜的好听 如清泉潺潺流过 顾三听得差点走神 掐了掐手掌心 才回过神来说 清大校长不知道从哪里知道 乔小姐被取消学籍的事 正找人扯皮 要求他们恢复乔小姐的学籍 他瞄了眼自己望爷的反应 吞了吞口水 继续说 但是魏佳因为魏琦的事 死咬着没放手 两方现在还在拉锯中 乔小姐的档案 现在也没办法调出来 也就是说 还是取消学籍中 看魏佳这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就不像是愿意放过乔小姐 叶望川手扣在座椅上 把头靠在后面 身体往后仰 半眯住眼睛 像是在闭目养神 顾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不敢打扰他 安静了下来 隔了一会儿 顾三忽然听到他用咽嗓子低沉地说 先不住急去机场 让他们调转方向 叶望川半搭着眉眼 他这副平静的样子 很容易让人误会 他是个脾气极好的人 但仔细一看他眼睛 能从深处看出压着的利器 眼尾处微微泛红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性格 叶望川拨弄手腕上的佛珠 一下又一下 似乎这个动作会让他平心静气 只是他眯住的眼睛又冷又狠 更让人产生胆战心惊的压迫感 我亲自去魏佳一趟 顾三 魏佳想乔小姐哭 我觉得乔小姐想要为妻死 怎么办 我要紧包大腿一百年 争取长命百岁 第506章 想求情连对方面都没见到 魏佳 姜维上坐在会客厅 连喝三杯茶 眼看着第四杯茶见底 他在沉得住气 这会儿也忍不住景明嘴角 不动声色地把茶杯放回桌上 魏佳的佣人很有眼力见 他每次快喝完一杯茶时 立刻过去沏上新茶 永远不会让客人空杯子 滚水冲泡雨前龙井 翠绿的茶叶在古色古香的茶具中浮沉下落 散发出阵阵清茶香气 若是在以前 将老爷子很有兴趣静下心来 好好品一品 今年最新的雨前龙井的味道 可这会儿 他心里彷復有一千只蚂蚁在爬 坐立不安 根本无心喝茶 眼看着他茶杯又被蓄满 他再也沉不住气 开口道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魏总还没忙完 他从晚上九点接到江里电话 说瞧 念把魏琦打了 进了派出所 就匆匆赶到魏家 到这会儿 墙上十钟的指针 已经走到十一的刻度 魏英还没出来见他 对方这种明显不给面子 亮住他的举动 他在圈子浮沉六十年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只是这次是他们家里亏在先 人家不给自己这个长辈子 他也只能忍住 无法发作 这 庸人不敢乱说话 低着头 一脸为难的神情 支支吾吾地解释道 江老 明知道这几天家里的老爷子生病了 大小姐他还在照顾老爷子 我也不清楚 他到底忙完没有 两个小时了 就算魏英没忙完 明知道有客人在外面等他 他完全可以忙里抽闲过来一趟 偏整整两个小时 魏英端足了架子 就是不愿意见面 江老爷一声轻跪 他端起茶杯又放下 终于忍不住了 眉宇沉沉地打断庸人的话 那就麻烦你帮我去问下 魏总还要多久忙完 我还要等多久才能见到他 他后背绷得笔直 以前位居高位的气场还在 庸人面色泛白 不敢再多说 匆匆忙忙地说 我马上去 半个小时后 他回到家 江家 江宗南 唐宛如 江鲜柔都在 江宗南见他回来 快步迎上去 眉宇间难掩胶着神色 爸 怎么样 你见到魏英了吗 魏家人怎么说 江老爷子为这件事奔波了一晚上 他 上了年纪 精神不佳 看起来气色不大好 文言 欲言又止地摇摇头 爸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江宗南见他不说话 只是摇头 愣了一下 追问道 他们不愿意放过念念 对这个结果 他心里早有猜测 魏英快三十岁 才生下小儿子魏琪 平时宠得跟眼珠子似的 要不然也养不成为 小公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他本来从来没想过 两家会有什么交集 谁知道江里打电话回来 跟他们说 乔念把魏琪给打了 还打断了魏琪三根肋骨 把人打进医院了 江宗南想都这里 眉心都忍不住支跳 简直觉得匪夷所思 怎么也想不到家里会出这种事 他在商圈有一定的人脉 乔念但凡是打了另外的人 他都可以想办法去解决 可为其 他是真没办法 第507章不能高考 庞扶多大个事一样 只有看江老爷子能不能想办法 跟魏琪那边私下沟通 魏琪能否看在两家人的面子上 把这件事轻拿轻放 当然 该赔偿他们一定会赔偿 该赔礼道歉 他们也会赔礼道歉 只要魏英能抬手放一马 什么条件都好说 他就怕魏琪不愿意给这个面子 江老爷子气色不佳 要不是这段时间 他身体比以前强健不少 就今天晚上这种状态 他恐怕早就急火攻心倒下了 这会儿全靠着精神力强撑住自己 文言面色难看地说 不是我没见到魏佳人 你九点就出门了 怎么会 江宗男话说到一半 再看他疲惫的神色 把花咽了下去 又急又上火 气恼道 魏佳什么意思 念念是打了人 但是我了解他的性格 他不是那种无是生非的人 他打魏琪肯定有原因 魏琪未必无辜 您亲自上门道歉 他们连您的面都不愿意见 摆出这种态度来 是几个意思 江老爷子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了 精气神不佳地说 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动手 魏佳只需要抓住一点 他打了人 我们就无话可说 何况魏琪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 人证物证都有 魏佳有的是底气追究责任 我们始终不站立 江宗男一口气憋在心头 也有些无奈了 手无力地垂在身侧 一双眼睛望向他 那怎么办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住念念 被关在派出所里 哥哥又还在国外开研讨会 不知道这件事 他若是知道了 这是恐怕会闹得更大 他说的 是乔念的父亲 江宗景这些年 一直没放弃寻找女儿 好不容易找到乔念 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乔念 他若是知道这件事 恐怕豁出去也要把人护下来 江宗男和他是亲兄弟 从小一块长大 虽说不至于把乔念当成亲生女儿 起码当成了亲侄女 打从心眼里爱护 他促逐严谨 挺难受地说 大哥没回来 我们总不可能眼看着他女儿在派出所里 还有一个是 江宗男不知道该不该说 可事情闹成这样 他不说不行 他沉生 用沉重的语气跟江老爷子说 我刚听江里说 念念被魏东山取消了学籍 什么 江老爷子反应巨大 当即变了脸色 怎么回事 江宗男低声说 听说派出所那边迟迟拖着不肯给案件定性 魏东山就找关系取消了念念的学籍 江老爷子没心 狠狠地跳起来 嘴里急急地说 被取消学籍就不能参加高考 大学也提不了档案 乔念那个成绩被取消学籍 这不是开玩笑吗 唐宛如今天穿了一条盘扣丝绒长裙 天气渐冷 他在肩膀上披着披肩 看起来气质端庄文言谋 闪闪了闪 有些不屑一顾 乔念那个成绩本来就考不上大学 取消不取消学籍有差吗 第508章转眼间被打脸了 他抿住唇 不以为意地诞生到 乔念毕竟打了人 人家要取消学籍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我们也没办法 这话说的 没错 只是太过于冷静 显得势不关己的样子 江宗男率先皱起眉头 看住他说 你不懂 念念不能被取消学籍 念念他 江仙柔也在旁边 看住自己爷爷和父亲 为了乔念的事情筑即上火 心里头和唐宛如一样不以为然 甚至有些轻蔑和不屑 文言插嘴道 我也不懂 爸 他为什么不能被取消学籍 在他看来 这件事就是乔念不对 不管 什么样子的理由 乔念都不该莽撞地动手伤人 多大的事 不能好好做下来 好好聊 他这一动手 不要紧 把自己弄进派出所 还要家里人为他操心 真是个惹是惊 我看他成绩也不见得多好 将来还不知道 能不能考上大学 比起取消学籍 我看还是担心担心 魏佳 怎么才肯善罢甘休比较好 江宗男听着他用淡淡的口气 说着乔念成绩不见得多好 将来不知道 能不能考上大学 有种莫名的哄感 若思换个人 在他面前说这话 他可能会吃笑出来 偏偏说这话的是他轻生女儿 他有点笑不出来 再一看妻女漫不经心的态度 就知道他们从头到尾 都没有将念念放在心上过 甚至打从心眼里 瞧不上瞧念 他额头 清惊直蹦 急声对唐宛如和江仙柔道 你们知不知道 这次清大连考 念念考了满分 这话一出 不管是唐宛如 还是江仙柔都惊呆了 江仙柔更是心跳漏了几拍子 下意识地玩紧自己母亲的手臂 眼皮子直跳 爸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他从小到大在成绩方便 极为有自信 身边同侪中尚且没几个成绩 比他好的人 更别说外面的人 他打从心眼 没把家里新找回来的唐妹 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 一个绕成小地方来的人 能有几分出息 但刚才他心跳确实漏了 有些紧张起来 清大校长亲自给你爷爷说的 你说我在跟你开玩笑 还是认真的 江宗男看他不自觉流露出的轻视 越发的头痛 趁着这次机会 他前翠把自己的态度挑明了 念念考上了清大中医系 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只等高考结束 档案开放出来 清大就会把他的档案掉进去 高考没结束之前 不允许 任何学校私自调取学生档案 所以从很久之前就是这样 不管是保送的学生也好 参加高考上的学生也好 都是等高考结束 统一收到录取通知书 这次参加清大联考上的学生也一样 这段期间 如果学生自己可以弹性选择 要不要参加高考 高考结束后 若是不愿意去保送的学校读书 也可以选择在填之工的时候 填别的学校 当然 只是去参加高考 但是不填志愿 最后还是读自己保送的学校和专业 第509章搞了个新的鉴定结果出来 江宗南 清大这么年来 就出了一个联考满分的学生 你读大三了 应该很清楚 你们学校的联考题目有多难 念念能在这么难的情况下 考了满分 你说他在学习上面的天赋 有多惊人 如果他被取消学籍 清大就不能录取他 我和你爷爷才这么助级上火 江鲜柔 没听他后面说什么 只听到他说 乔念考了满分 还被清大中医系录取了 虽然他不明白 乔念既然考了满分 为什么没被临床系录取 而是被清大公认最差的专业中医系选中 但光是听到自己爸用严肃的口吻告诉他 乔念顺利考上清大 他都有点接受不了 如果不是念念遇到这种事 今天换成你遇到这种事 我们也会助级 这是一个道理 将宗男铿腔有力地表态 将仙柔在走神 一颗星气上八下 没注意听他的话 也就对这句话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唐宛如却听得一清二楚 而且夫妻多年 他马上明白自己老公话里面的意思 乔念也是家里一份子 在他心里 他把两人一视同仁 这让他极为受不了 一个是亲生女儿 一个是刚找回来的侄女 能一样吗 只是当着姜老爷的面 他不好也不敢直接跟姜宗男吵起来 只能硬是隐忍下心头的不舒服 抿着唇 面色清白 不愿意说话了 心里却冷笑一声 越发地等住看热闹 考上清大又如何 满分又如何 且不说中一系的事 光是这次乔念把魏琪打了 魏家就不会善把甘休 老爷子亲自去魏家求情 都碰了一鼻子挥回来 他不相信这个事 还有回旋的余地 所以石头就是石头 再怎么捧着 终究是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将老爷无心管家里的人如何想 心恋急转间已经下定决心 打算豁出去自己这张脸 继续堵上门求人 明天我再去魏家一趟 他们总不意思继续不见我 绕城派出所里 魏琳已经拿到最新的伤情鉴定报告 他拿着东西 踩着鞋跟走到还在死扛的蔡刚面前 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就把鉴定结果拍在蔡刚面前 微微抬起下颌 示意他看看 蔡菊 这是我让省院医院 新鉴定出来的魏琪的伤情报告 你看看 蔡 刚一看他弄出个新的伤情鉴定结果出来 心头咯噔一响 一边拿起丢在他面前的牛皮带 一边反应很快地说 市里医院不是出了一个伤情鉴定结果 沈夫人您怎么又弄了一个 喝魏琳冷笑一声 双手抱胸 胡秋硬衬着他那张脸越发强势 耳阔棱角线条锋利 淡淡地说 一个医院的结果没有参加价值 多找几个医院看看比较好 蔡菊还是先看看结果再说吧 不用他说蔡刚也会看 他没看上面密密麻麻的项目和指标 那些东西他看不懂 他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只见上面用加重的郑凯写着根据患者身上的伤残结果 我们认定患者为十级伤残 这行字看起来轻飘飘 没什么分量 硬是把蔡刚后背上冷汗看出来了 第510章苏老亲自来接人 他抬起头 卫林眼神轻蔑地看过来 故意漫不经心地问他 蔡菊 为其被人打成十级伤残 你说这个事该怎么判定 伤残等级是指一个人的伤残程度 是根据伤残的严重程度来判定的 一般伤残的等级伤残分为一级到十级伤残 十级伤残听起来很严重 其实一级最重 十级类似轻伤 很多时候 医院也不好断定伤者属于十级伤残还是轻伤 轻伤写的严重点可以写成十级伤残 十级伤残往轻了说 也可以写成轻伤 但从结果上论 如果卫琪只是属于轻伤 那乔念就不构成犯法 只需要赔钱道歉 可卫琪若是伤残 那就不好说了 卫林就是拿捏准这一点 才找人把卫琪送到省级医院 又弄了个新的伤情鉴定结果出来 本来他想在报告上把卫琪的情况弄得更严重一点 可不知道乔念到底怎么做到 省医院无论如何不肯再往严重写 告诉他最多能处具一个十级伤残的鉴定结果 不然就是轻伤 他回过神来 不继续想下去 陈生说 你之前说你们没有调查清楚 不能草率结案 现在伤情鉴定出来了 为其被人打致伤残 我呢 不喜欢为难别人 我现在就要一个说法 你就告诉我 你们到底能不能结案 还我弟弟一个公道 这个 结案肯定不能结案 结案等于承认乔念的 故意 伤人罪 蔡刚被他步步紧逼 实在不知道找什么理由为乔念开脱 但他肯定要想办法保住乔念 他低声道 市立医院那边给的鉴定结果是轻伤 沈夫人 你给的鉴定结果又是十级伤残 我也不知道以哪个医院的结果为准 看来 蔡局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魏林冷哼一声 说 你也别跟我兜圈子 我不是那么好蒙骗的人 根据你们的规定 肯定以上级医院的结果为准 省医院的结果 数位其实伤残 那就是伤残 你们若是连这么简单的案子都不会处理 我只有让回处理的人来处理了 他这个意思要把乔念调走 不行 蔡刚想也不想站起来反对 魏林给足了他面子 见他油盐不尽还要包庇乔念 不想跟他浪费时间 刚打算跟魏东山说 让魏东山找个人来替换蔡刚 就见魏东山匆匆 茫茫进来 脸色不大好看 怎么了 魏东山快步走到他面前 面色发青 先看了眼一旁的蔡刚 再看向他 精神有些违靡 道 苏老来了 车子就在外面 要带那个乔念走 他今天真是见了鬼了 苏老这种身份 怎么会为了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专门跑一趟 而且跟他说话的时候 态度非常强硬 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自己就算提出乔念打伤了魏琪 对方都魂不在意 根本不怕跟魏家结仇 就是那种态度 要人 魏林还没反应过来 皱起眉头 哪个苏老 苏怀远 他嘴里说出个名字 魏林瞬间呆住了 魏东山心烦意乱地看住他 眼神晦涩 他不是个普通女高中生吗 怎么会认识苏老 顾三 不不不 你单纯了 我以前跟你一样单纯 等 你长大就明白了 你念解不止认识苏老 还认识很多你都不认识的人 第511章 总不可能是他自己认识苏老位 林心烦意乱 他自己也搞不懂苏怀远 怎么会插手这件事 但蔡刚还在这里 当住蔡刚的面 他不想表现出软弱一面 他掐着手心 抿抿嘴 脸上气色很差劲 说 也许是江家的关系 话说出口 他自己都没多相信 苏怀远不是一般人 江家没那个面子驱使他 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魏东山又如何会相信 之前怎么没听过 江家和苏老友来往 魏林强打起精神 底气不足地说 圈子就那么大 只要肯找人 来来去去 总能攀上点关系 将老年轻视出了名的会作人 找上这一层关系不奇怪 我看苏老的态度 魏林打断他的话 斩钉截铁道 总不可能是他自己认识苏老 我不相信 那未免太魔幻了 魏东山没说话了 抿着唇站在那里 脸色反正挺不好看 他直觉苏怀远认识乔念 不是看在谁的面子上跑一趟 而是专门为了乔念跑这一趟 司机此 他心情又烦躁起来 有些后悔自己莽撞的插手镜这件事里 苏怀远的车就停在派出所外面 他自己没进来 让司机代替他给乔念办了保释手续 没一会儿 乔念从派出所出来 他身上没带什么东西 就套着一件连帽衫 他衣服乱糟糟的 有些地方还沾着血迹 松垮垮的套在他身上 没个正形 还好他气质也不属于乖巧的类型 周身的匪气似乎更重了 司机一路上都在偷看他 似乎想把他看出赌花来 没办法 他还从来没见过苏老对谁这么上心 这次为了保释这位乔小姐出来 苏老硬是从隔壁市坐了两小时车赶回来 连第二天的会议都推迟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关系能做到 就是不知道这位乔小姐跟苏老什么关系 反正他没听说过苏老有个这么大的孙女 很快 苏家司机就把 他领到车子前面 就算心底存疑 面上仍然一片恭敬地说 乔小姐 先上车吧 苏怀远也在车上 家常的宾室后座空间很大 足够 两个 人坐 乔念一上去 苏怀远忙上下打量他 关切地问道 念念 没事吧 乔念一整天没休息好 又是考试又是坐飞机 还被关 在审讯室了几个小时 这会儿难得露出疲惫神色 只见他眼睛阴晕着红色 隐约看得到薛丝丝 他压着帽颜 放松紧绷的后背往后靠 稍稍舒展身体以后 摇头 敏唇道 没事 蔡菊在 他们没为难我 苏怀远就担心 有没眼力见的人为难他 听他说没事 放心下来 露出轻松神情 没事就好 我来的路上一直担心你 想问你 又怕你不方便接电话 幸好你没事 苏家司机在前面开车 文言透过后视镜 偷偷瞥了一眼 可不是吗 苏老一路上都在催他开快点 那紧赶慢赶的架势 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来 瞧念听出他话里的观心 毛子稍暖 身上的戾气散去大半 支着额头 声音有些欠 内疚地跟他说 抱歉 害您担心了这次的人情我 第512章 你以为你在第五层 念姐在大气层 什么人情不人情 我不是说过 我们之间不用计较这些 计较这些反而生分了 苏怀远知道 他是个不喜欢欠人的性格 特别不爱欠别人人情 别人欠他 他倒是无所谓 也不计较 你可千万别再给我小药丸 你上次给我的那些 我还没吃完 等我吃完会跟你说 乔念有些无奈 他似乎还没说 要送他小药丸 当成补偿 不过他确实这么想过 苏怀远旁扶知道 他了起的眼皮 在想什么 笑着说 我知道你没说 我猜你是这么想的 他顿了顿 说 我只是跑一趟而已 也没做什么 你就算给我 我也不好意思 收你那么贵重的礼物 你如果真心想谢我 改天请我在水泄轩吃饭就行 他半开玩笑 半调侃地说 水泄轩的 位置单不好定 没你这个老板在 我都好久没去那里吃饭了 还有点想念水泄轩大厨的手艺 苏家司机本来在前面开车 一边竖起耳朵 听听八卦 主要好奇 两人的关系 听到这里 踩着油门的脚一抖 差点一脚踩下去 幸好他眼睛手快反应过来 才没酿成大错 等他一颗惊魂未定的心 逐渐平静下来 再透过后视镜看乔念时 那眼神变得复杂多了 这个女生才多大 看外表最多18 19岁 妥妥地还在读书 她刚跟住苏老来派出所接人 还以为对方是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 成天不好好读书 就喜欢在外面惹是生非 这会儿太有点猛逼了 苏家在隔壁市 没在绕城 但他常年给苏怀远开车 常跟住苏怀远到处跑 怎么会不知道水源轩 水泄轩是一家专门做粤菜的私房菜 出了名的味道好 环境优雅 不好定位置 连隔壁市都有名气 好多人还会专门开车过来 就为了在水泄轩吃个饭 可见水泄轩在这附近的名气有多大声 据说水泄轩背后的老板和成峰集团关系极好 他以为起码是个40来岁的中年人 结果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水泄轩背后的老板 竟然是个刚满18岁的高中生 果然 这个世界太奇幻了 你以为你在第五层 结果人家在大气层 你跳起来都够不住的那种 乔年倒是没注意到前面司机的反应 车内空调开得足 他闷得有点难受 征求苏怀远的意见后 他按开三分之一的车窗 让新鲜的空气流通进来 有新鲜空气流动 他困倦的感觉稍稍淡了点 想也不想地点头 说 行 你哪天想去跟我说一声 那就说好了苏怀远高兴之后 又想起别的事 对了 你怎么会把魏琪打了 他收到乔念给他发的短信 立刻让人查了一下 发生什么事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乔念居然把魏琪打了 这事可不小 魏英出了名的滋如必较 魏琪又是他三十多岁 才生下来的小儿子 老棒生猪 疼得跟眼珠子似的 乔念把魏琪打了 魏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第五百一十三章 这也太狂了 他偏过头 挺担心乔念 陈英道 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 乔念没休息好 眼睛浅色的难受 他浅脆 把车窗开大一些 对住窗外吹了吹冷风 听到他的话 漫不经心地回答 先看吧 看 这有什么好看 苏怀远见他一副不上心的样子 比他这个当事人还助急 明明纯 一脸严肃地问他 要不要我帮忙 晚上空气里裹挟着冷风 乔念吹了一下 就开始头疼 他把车窗按上去 太阳穴实在痛得厉害 钱粹靠在椅背上 低头 恩这太阳穴 语气有些烦躁 我不是那个意思 苏怀远没懂他什么 意思 他担忧地说 魏家看起来不想跟你善了 他们肯定要找你讨个说法 哎 你不清楚金氏那边的情况 这个魏琪是魏英的小儿子 平时被惯坏了 你打了他 且不说他后面会不会找你麻烦 光魏家就不会随便算了 魏家没那么好惹 魏家不好惹 魏英更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不止脾气不好 还爱计较 但凡了解金氏几个家族状况的人 都不想要招惹到魏英 魏英这个人没有什么同情心 绝不会因为念念年纪小 就看在他不懂事的份上 轻拿轻放 苏怀远打从心眼里疼爱乔念 短暂考虑之后 便说 我明天去金氏一趟吧 不用乔念抬起头 毛子又黑又野 脸住狂倦 耐 住 信子跟他解释 我的意思是先看看他们道歉的态度 再说 不是怕他们找我麻烦 苏怀远有一秒沉默 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仔细观察下乔念 的表情 扣住连茂山的女生脸上的神情淡淡的 似乎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他默然失声 意识之间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 总觉得此刻自己脸上挂出什么表情 就显得不大对劲 那可是魏家 魏东山 魏林两个小辈 在他面前不敢放肆 但魏英他还是要忌惮一下 更别说魏英上面还有位活着的魏老爷子 魏家知凡夜貌 势力盘横交错 称呼魏家一声勋贵家族都不夸张 念念把魏琪打了 不害怕不说 还说要等住魏琪认错 这也太 狂了 苏怀远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就一时说不出话来 乔念刚准备跟他解释 自己手上有点关于魏琪的东西 手机就响了 他挺烦的拿出手机看了看 一个陌生号码 他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接这些乱七八糟的电话 索性按掉 把手机放在一旁 他没休息好 只想先回去睡一觉 明天再有什么事 忽然 他丢在一旁的手机又响起来 乔念挺烦 苏怀远也注意到 他手机响得不停 好奇地问了句 谁啊 大晚上一直打给你 乔念一看 又是个不认识的号码 他挺烦躁地拿起手机 散漫地说 不知道 陌生号码 苏怀远知道现在垃圾电话多 他的手机号码有管制 偶尔都会接到骚扰电话 更别说普通电话号码 第514章可能是吧 业练项目的发展 业细压力大 业细压力大 他文言 忍不住笑道 这年头打广告的还挺敬业 大晚上都不忘充业绩 乔念看到号码显示的地区 不是绕成本地的号码 他眸子挺黑 抿了抿唇 挺烦躁 漫不经心地说 可能是吧 业细压力大 妄言 乔小姐不接您电话吗 惊 是 一辆红旗车里 顾三从前面扭过头 看向坐在后排的男人 叶望川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一老一小定义为 业绩压力大 此刻他抿住唇 慢慢地把手机放下来 看了眼自己被无情挂掉的电话 没说话 顾三却幸灾乐祸道 谁让您手机没电了 只能用我的手机 乔小姐没有我今世的电话号码 可能以为是骚扰电话 就给你挂了 不过忘爷被 挂电话的电话 这感觉贼爽 他也敢想一想 叶望川一看过来 他马上收敛起脸上 幸灾乐祸的表情 很真诚地说 忘爷 要不你再给乔小姐打一个试试 多打几个他也许会接 当然 还有一个可能 乔念不接 并且觉得很烦 直接把他拖进黑名单 叶望川显然想到第二种可能了 半眯住眼睛 把手机还给他 算了 这么晚 他可能想休息了 明天再打吧 顾三默默地从他手里 接过手机 挺想说 您要是实在担心 乔小姐再打一个 也没什么 话到嘴边 他又咽下去 撕存住说 反正那个蔡刚说 乔小姐已经被苏老接走了 有苏老在 暂时不需要担心 乔小姐的安全 倒是卫家这个事 您打算怎么处理 他们已经到了卫家外面 只差进去 旺爷没收到乔小姐寄过来的文件前 觉得这件事不好办 乔小姐不占理 卫家恐怕不会愿意和解 但旺爷出面 卫家多少会卖个面子 只是这种和解方式有些憋屈 他跟住叶望川这么多年 还没看到旺爷跟谁低头 虽然是为了乔小姐 没办法 但他多少有些不甘心 现在他完全换了一种心态 乔小姐手里握着卫琪的那些把柄 哪一个出来都能让卫家如做针毡 情况完全反转了 这会不是卫家想要乔小姐如何 是他们想要卫家如何 旺爷今天要是想让卫琪死 卫家也只有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所以顾三这会儿还挺兴奋 巴不得快点进去 好好欣赏一下卫家那位 出了名户短不好惹的 卫家大小姐的表情 叶望川本来想打电话 问下乔念的意见 结果没打通 他眸色挺深 曲起手指轻轻扣在膝盖上 半眯住眼睛 似乎在思考这件事 先把东西拿给他们看看 至于最后这个东西会落到哪里 就看他们后面的态度 他记得 卫东山还仗住手里的权势 强行取消了乔念的学籍 听说不久前 卫英还把找上门求情的江老爷子 前亮了两个小时 也没出来见一面 态度极为傲慢 卫家做事一点回旋余地都不留 他也想看看他们打算怎么收尾 第515章 情况发生了反转 变成他们要求人 沈家 乔晨刚在楼上练完钢琴 正在客厅享受咖啡 他自从听说 乔念把胃琪打了 心情就从因转情 练琴的时候都顺利多了 再没有前几天的烦躁和不安 他刚端起泡好的咖啡 准备试试心跳的口味 就听到外面停车的声音 舅舅回来了 乔晨兴奋地将杯子放下来 比沈家的庸人反应还快 马上从沙发起身走向门口 去迎接回来的人 庸人也从鞋柜 拿出一双前净的拖鞋出来 沈静岩风火火从魏家赶回来 身上裹鞋着夜风 脸色看起来并不好看 他一进门 就把手里的包包递给一旁的庸人 换上拖鞋 连看都没看门口迎接他的乔琴眼 匆匆吩咐家里的庸人 帮我收拾两件换洗的衣服 我要去绕城一趟 是 先生 庸人忙不迭地拿着他的提包 赶紧按照他的吩咐去办事 乔晨心里大概明白怎么回事 小心翼翼地抬眸问他 小舅舅 你怎么突然要回饶城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他当然知道 绕城发生什么事 不就是乔念 把胃器给打了 因为这件事 他一晚心情都很好 等着看热闹呢 更等着沈静岩回家 恩 他不提起这个还好 提起这个 沈静岩太阳穴都要爆炸了 他扯下领口的领带 丢在沙发上 强压住胸口的怒气 脸色发青地说 有点事要回去处理 乔晨自动把他说的 要回去处理 理解成要回去处理 乔念打人 顿时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眸子一闪 马上跟他提出来 舅舅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去 我有事急回去 你给我回去干嘛 沈静岩这会儿烦得不行 维言不耐地往他身上瞥了一眼 显而易见心情不好 也是 他能心情好才怪 乔念打了胃琪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他下午就从自己岳母那里听说了 本来不怎么在意 毕竟他已经做出选择 选择了乔琛 乔念惹是与否 跟他没什么关系 偏偏一个小时前 情况又发生了反转 叶家那位旺少亲自上门 也不知道给他岳母看了什么东西 他岳母看完那个东西出来后 整个人备受打击 庞扶老了几岁 等把那位叶少送走 就拉着他交代 让他赶紧去绕城一趟 想办法让乔念消气 不然魏琪这次可能过不了这一关 魏琪从小被魏家娇生惯养 只要不是捅破天的大事 自己那个一向溺爱小儿子的岳母 绝不会说出这种话 可 明明是乔念把魏琪打了 魏琪还躺在医院里 他岳母又怎么会突然改口 沈静岩想不明白 一直心神不宁地 想要弄清楚这其中的缘由 他的这种胶着 落在乔禅眼里面 就变成了听说乔念惹是的烦躁 他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有种扬眉吐气的快感 他很懂得掩饰自己 沈静岩心气不顺 跟他说话的语气很冲 他也能做到懂事乖巧不生气 我妈听说我考上清大 打电话要我回去一趟 说要给我办个升学宴 请家里的亲戚吃个饭 第516章 他的电话在念姐这里 只能算个不重要讯息 他无形之中又提起 自己考上清大的事 果然 沈静岩不大好看的脸色缓和下来 锐利凉薄的眸子 比之前温和许多 抿了抿唇 压下心头的焦躁 勉强扯了下嘴皮子 看我 忙得差点忘记这件事 乔晨马上顺着赶子往下滑 柔声安抚道 没关系 我知道舅舅忙 再说您中午已经打电话 祝贺过我了 沈静岩脸色又缓和许多 似乎很满意他这么懂事 想想便说 也好你顺利考上大学 是该庆祝一下 你又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你妈想你也在情理之中 行吧 你跟我一起回去 你去收拾行李 我们半小时候出发 这么急 你如果不想这么赶 可以明天走 但是我们就不能一起 你看你自己安排 这个点已经没有 从京市飞绕城的航班 省静岩赶时间 只有另外想别的办法 先飞绕城隔壁的城市 再换成飞绕城的航班 这样可以最快赶到绕城 但这样换成中途 很耽误时间 并且会让搭飞机的人 奔波得很疲惫 这些 他都顾不上了 只想赶紧回绕城 收拾烂摊子 他跟乔晨说完 心思就没放在乔晨身上 也没像之前打电话那样 还夸奖几句 看得出他兴致不高 说完这番话后 就走到一旁 拿出手机似乎在打给谁 沈静岩一连打了七 八通电话都显示手机关机 另一边 绕城别墅 乔年快十二点才回来 回来以后 没跟将力他们说什么 就上楼睡觉去了 他实在累得很了 为了防止被吵醒 前翠把授关机 这一觉 他睡得昏天暗地 大家都知道 他上一周累很了 默契地没有吵醒他 等乔年自然醒过来 外面太阳已经升到正中央 之前绕城连续下了几天雨 今天总算出太阳了 天气放晴 温度也暖洋洋的 熏得人想睡觉 乔年从床上坐起来 发现睡太久的后果 就是比没睡足还要头痛 但起都起来了 总不可能倒下继续睡 他烦躁地抓了把头发 强行逼住自己 从床上爬起来 进浴室冲了的冷水澡 总算清醒过来 就是眼角阴晕的 躁欲气息浓郁 停匪气 房间里 苏怀远帮他把黑色单肩包拿了回来 他昨晚上太困 直接丢在书桌上没管 这会儿乔年从衣柜里 翻出一件黑色T恤换上 走到书桌前 把从昨晚开始就关机的手机 拿出来打开 手机一天没充电了 电量不佳 他把手机插上充电线 随便看了一眼 一般手机开机时总容易卡顿 内存小点的手机 可能一分钟都打不开 乔年的手机 看起来老就没什么款式 开机速度却极快 只用两三秒就打开了 紧接住 就是无数的消息弹进来 还有不少未接电话 乔念睡得头痛 挺烦地低头拿起手机 过炉了便手机上的消息 除开他认为不重要的消息 例如来自沈叔的未接电话之类 他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消息 成员给他打过电话 还有个未读讯息 第517章又是夜望川 乔念垂谋点开他发过来的讯息 讯息发送时间显示凌晨三点 上面就一句 念姐 我回家了 乔念挑起煤烧 脸上露出意外的表情 他很清楚 他还没给魏加下最后通牒 暂时也没办法把陈远 从派出所保释出来 他只让蔡刚帮忙照顾下陈远 找个医生看看他身上的伤 至于保释陈远 他打算今天去找人谈 没想到陈远昨晚上 已经被人保释出来了 乔念半眯住眼睛 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 是谁帮自己将陈远 从派出所保释出来 除了夜望川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有这个本事 另外他昨晚上 也只把关于魏琪的破事 发给他 除了他 乔念想不出第二个人来 他当然希望陈远 早点从派出所出来 毕竟他身上的伤 越快处理越好 免得后续引发其他的毛病 类似伤口感染发炎之类 还有三个月就要高考 对高三学生来说 每一天都无比重要 他相信陈远 也不想耽误上学时间 乔念着鲜白的手 拿住手机 靠在书桌边 长腿曲起来 抿了抿唇 没回他讯息 而是取下正在充电的手机 给他打个电话过去 陈远倒是接得很快 没几秒就接通了 喂 念姐 乔念听他声音中气十足 知道他没事 略略放心 问他 昨晚上睡得住 没看到消息 你现在在哪里 医院 陈远没等他说完 就说 我猜到你睡了 后面我给你打过电话 看你手机关机 就没再打扰你 我本来也只是想告诉你医生 我出来了 让你别担心 他顿了顿 又说 你让来接我的人 带我去医院包扎了伤口 医生帮我把伤势全处理了 没大问题 养两天就会好 他已经做好进看守所的准备 也想好自己可能不能参加高考 就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警察忽然进来告诉他 有人过来保释他出去 那个人来保释他的人 他不认识 但跟他提起了乔念的名字 还在送他去医院检查的路上 安慰他 跟他透露说 他之前被逼迫 签下的那份认罪书 很有可能不作数 让他不要担心 认罪书做不作数 他倒不是特别在乎 只是他被关在里面 特别担心自己父母的状况 他能顺利出来 已经对乔念万分感激 谢谢你念姐 乔念根本不知道 他还被人领着去医院查过伤 烦躁地发现 貌似他人情又欠大了 他现在有种 狮子多了不怕咬的感觉 头挺痛地说 不是我保释你出去的 手机那头的人倒是很懂 轻笑一声说 就算不是你 别人也是 因为你的原因 才愿意帮我 和你保释我出来没区别 他知道乔念想问什么 说念姐 你不要担心我妈他们 我检查了伤 就去南院住院处那边找他们 他们知道我没事 也就不担心了 反而我骂他听说 我把进派出所的事告诉你 生我的气 骂我不该把你牵连进来 一晚没跟我说话 刚刚才愿意跟我说话 说想请你吃饭 第518章 要请的人还挺多 跟陈沈说别 他垂眸想了想 眼神挺野 话到嘴边又换成 算了 改天吧 改天我请客 你谢一下帮你的人 陈远其实已经猜到 帮他的人是谁 身为一个男人 他心里其实挺难受 还有些别扭 但经过这次的事情 他已经彻底地看明白 他和乔念的差距 他们之间不只差着社会阅历 还差了很多东西 也许只有那位妄爷 更适合在念姐身边吧 他吐出一口浊气后 看开很多 坚持道 不了 念姐 我来请客 我之前在外面辍学时攒了点钱 存在银行 钱不多 请吃个饭没问题 毕竟是帮了我的人 我不能让你帮我请客 这样不好 乔念知道他性格 降起来跟头牛差不多 而且自尊心极强 他没勉强陈远 只私存片刻就同意了 也可以 不过吃饭的地方我来选 你就别管了 他和叶网川相处久了 大概了解某人的口味 偏甜 喜欢酥这菜 不怎么吃辣 水泄轩的菜倒是不错 价格太高 以陈远和陈婶的性格 到时候无论如何 不会让他买单 他若是直接让收银那边打折 又太明显 乔念打算找个就近的地方 价格始终 味道又不错的那种 把这次帮忙的叶网川 顾三还有苏老他们都叫上 另外菜钢这次 也出了不少力 他掰手指一算 到时候要叫的人还挺多 他既然要叫叶网川和顾三吃饭 不可能不叫小家伙和江里 不然以那一大一小的闹腾性格 又要跟他怂气 乔念捏着桌檐 挺烦躁 园一也帮忙查过陈远的位置 如果园一从海外回来 还要叫上园一 这一下子人就多起来了 到时候再看吧 我确定时间以后 跟你说乔念眉宇促住 漆黑的眸子 如点末 声音沙哑 有刚睡醒的感觉 垂下眼睫 他睫毛长 睫羽微微连起 就在眼瞼下面 投下浅浅的阴影 你照顾好陈婶 让他们不要担心 你被诬陷这件事 我肯定会给你讨个说法 它不可能让为奇的事影响 陈远高考 陈远是肯定要参加高考的 陈远倒是对这些佛系了 只说 我怎样都无所谓 念解你别因为我的事 被牵连就行 不然我妈非打死我不可 她说真的 她若是连累乔 念 她妈有可能真的会不认自己这个儿子 乔念知道陈神的性格 吴了一声 淡淡地说 我知道 挂了说完 太言简意该地挂了电话 拿着手机 看了下手机上方 剩下的电量 还有百分之五十 不多不少 勉强够用 乔念这心里惦记着事 钱脆不充了 拿着手机 打开门 从房间下去 江丽这些年 在娱乐圈赚了不少钱 她作为顶流之一 每天行程多的数都数不完 更别说身上几十个品牌的代言费 光这些都能赚一大笔 所以她投资房产的手笔不小 在绕城的这栋别墅 单层起码三百平 分上下两层 外加地下还有一层停车场 绝对算得上豪宅一枚 第五百一十九章 念姐还是望爷的亲媳妇 强念房间在二楼 临到下去 她才想起来 还有东西没拿 又回到房间 拿了东西才下去 楼下 江丽已经在那里 走来走去了半天 实在沉不住气 看向昨晚上半夜回来的男人 满脸胶着道 望爷 念念怎么还没起床 都中午了 我要不要上去看看 叶望川几乎一夜没睡 眼瞼阴晕着一丝血气 眸子漆黑 翘着一双大长腿 靠在沙发上看杂志 看起来脸色平静 和平长眉两样 文言直懒洋洋地 眯住眼睛 头也不抬 她这一周都没休息好 让她多睡一会儿 顾三泡了两杯咖啡出来 一杯放在 慵懒休息的男人面前 一杯自己端住喝了一口 打了哈欠 困倦地跟在家里 来回走动的江丽道 是啊 江少 您就别晃了 晃得我头晕 乔小姐为了备考 这周都美 休息好 又是考试 又是这样那样 昨晚上也熬夜 早上多睡一会儿 很正常 你就别担心了 江丽瞥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 废话 不是你 妹妹 你当然不担心 我亲妹妹 我当然担心 顾三嘴角一抽 顾三嘴角一抽 往稳坐钓鱼台的男人 那边看了一眼 差点脱口而出 回她一句 乔小姐还是人家 忘爷亲媳妇 人家都淡定住 你一个堂哥 有什么好着急 话到嘴边 他还算理智 知道江丽 是个十足媚控 在喉咙管绕了一圈 又默默地 把花焰回去 换成了 乔小姐不是我妹妹 我也担心她 但她只是睡个懒觉 江少 你的反应也太夸张了 还不允许人睡个懒觉 江丽很想说 这是睡个懒觉 的事情嘛 昨晚乔念回来的晚 回来就上去睡觉了 她都还来不及问她 为其的是怎么解决的 为家什么态度之类的 她昨晚一晚上没睡着 只等早上乔念睡醒 好问问她 结果快中午了 乔念还没起来 江丽又开始纠结 自己要不要上去敲敲门 一抬眼 眼角余光就瞥见楼上 有一抹鲜瘦的身影出现 她眼睛一亮 还来不及喊人 有人比她还快 声音脆蹦蹦地喊 姐姐 你醒了 江丽一声念念 卡在喉咙上 差点被自己口水呛到 默默在心里骂了一声 靠 大的小的 一个个都跟她抢 你妈的没人权啊 乔念刚睡醒 睡太久的后果 就是头睡得昏昏沉沉不说 后脑勺还有根弦扯着痛 她手里拿着东西 漫条四里往下走 听到有人喊她 抬眸看去当看到 下面沙发边蹦跌起来的小家伙时 她原本裹挟着起床器的毛子 眯了一下 漂亮精致的脸庞柔和许多 静止朝住楼下的小家伙走去 把手里拿的游戏软体全给她 礼物 声音又也又懒散 就很帅 买给我的礼物吗 叶祁成看住自己怀中 多出来的七八张游戏软体 一眼就认出上面印的枪战游戏风皮 雪白的脸孔因为激动杖的通红一片 毫不掩饰自己的开心 差点跳起来 抱着游戏软体 看看软体 不灵不灵的大眼睛又抬头望向乔念 开心的手舞足蹈 谢谢姐姐 第五百二十章帅不是长相 是一种气质 乔念懒洋洋的应了一声 走过去 拉开椅子大刀阔斧的坐下 给自己拿杯子倒了一杯水 仰头咕噜噜喝下一杯 一杯冷水下肚 他混沌的神志清醒不少 只是眼尾还阴晕着一丝没睡醒的困意 顾三看他起来 热情洋溢地跟他打招呼 乔小姐 您醒了 问乔念放下杯子 揉了一下发胀的头 后脑勺那根弦还紧绷住 嘶嘶刺痛 江黎光顾着酸液其辰收到礼物 他却没有的事 都忘记问他关于为其的事 还有昨晚上他是怎么回来的等等 反而叶望川这会儿 把手边上的书放下 起身 跟他道 中午想吃什么 中午啊 乔念眼睛眨了眨 还在刚睡醒的迷蒙中 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大脑一片空白 他一双长腿随意搭着 手肘放在桌上 下巴慵懒地垫在椅背上 眯住眼睛像一只刚憨睡起来的狼 眼角眉梢都是懒散 随便 这年头最难买的菜就是随便 叶望川以前也懒 别人问他吃什么 他懒得想一般会说随便 这会儿有人也用同样的回答打发他 他体会到被他打发的人的感受了 有些因果报应的错觉感 莫名的想笑 但他心情挺愉悦的 他昨天到今天加起来 才在飞机上睡了三个小时 顾三度困的眼皮子打架了 他看起来神采奕奕 丝毫没受影响 笑着说随便啊随便就太难了 白糖番茄也叫随便 弄起你又不吃乔念想想他说的那道菜的味道 甜的 发腻 顿时皱起眉头 还好叶望川只是随口一说的 并没有真的要做白糖番茄的意思 又双手插兜 锁骨银白黄眼 深邃的黑眸映照出他的人影 问他辣子鸡如何 我看你在玉府挺喜欢这道菜 可以 听到川菜 乔念就有兴致多了 扬着一张磁白的瓜子脸 挺怀疑的 你会做辣子鸡 你试试看就知道我会不会 被他怀疑的男人扬起一双好看的眉 眸光深邃 我会得比你想得多 乔念 Anon 明明 是 很正常的一句话 他怎么又有种他话里有话 被聊了的感觉 叶望川做菜速度极快 很快三菜一汤出炉 他端住辣子鸡丁 最后出来吃饭了 他身上套住 一件阔形极佳的薄毛衣 这会儿慢条四里的晚起衣袖 露出一节线条流畅的手腕 腕骨上带住的饰品 极为显眼佛珠和他身上的气场 完美契合 看起来赏心悦目 乔念莫名想起 卫楼以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率不是长相 而是重气质 以前他对这话 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现在看到某个人 忽然觉得挺精辟 起码用在面前的男人身上 特别适用 不过比起赏心悦目的美人 摆上桌的色香味俱全的 那盘辣子鸡丁 显然更吸引他的注意 乔念闻到油辣子和胡椒的香味 肚子一下子饿了 顾三给他盛了晚饭 还把筷子拿给他 说 乔小姐 您试试看味道如何 乔念从来不是个矫情的人 结果顾三递过来的筷子 直奔 自己爱吃的菜 加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 鸡肉炒酥香麻辣 肉质一点不柴 好吃的他舌头差点吞下去 第521章 怎么一个比一个淡定 怎么样 叶望川专门找过玉府的厨子 学了这道菜 他一向学习天赋极强 以前从不怀疑自己的水准 这会儿反而有些在意 乔念直接给他竖起大拇指 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好吃 有这么好吃 江离听的心动 也拿起一双筷子 试了一下味道 虽然立刻辣得他脸颊通红 但没客气自己的赞美 望爷 可以啊 什么时候有这一手了 他又吃了一块 砸巴住嘴巴 嘟嘟姑 浓 望爷 你真不考虑转行 干个厨子 就你这个手艺 我觉得能赚钱 夜望川都懒得搭理他 拉开乔念对面的椅子坐下 慢条思理地给吃的 大块朵頤的女生 盛了碗汤 递过去 眼阔深邃 眼阔极黑地问 你下午有什么安排 乔念吃东西的时候 不爱分心 但拿人家的手软 吃人家的嘴短 他忙里抽闲 散漫地抬眼 回了聚 应该要去学校一趟 陈远既然被保释出来了 那魏家的账可以慢慢算 他要去学校一趟消假 这次赵道里 他只能够请三天假 省会违反学校制度 硬是给他批了一周假 他既然回来了 肯定要去省会那里消假 不然就是旷课 会连累整个班级的考勤 乔念想到这里 又觉得自己最近 好像挂心的事情太多了 以前他从来不在乎 班级机体荣誉感之类的东西 从来都是独来独往 也不会和班上的同学 产生过多的交集 当然 也没有人主动找他玩 班上大部分人 都把他当成怪胎 平常躲着他还躲不及 没什么胆子大的 赶过来找他当朋友 但A班的人却不是 他想起专门跑到京市 来安慰他的梁博文 还有不停给他 发讯息打气的沈青青 讲听听他们 还有梁博文带来的 满满一瓶的千纸贺 心头一暖 拿筷子的手微炖 抬头道 这么久没见了 顺便请他们在附近吃个饭 我晚餐就不回来吃了 夜网穿 在这些事上 一直鼓励他多和朋友接触 很随意地靠在一背上 没有意见 吃完饭 让顾三去接你 你懒得搭计乘车 乔念把筷子戳在饭里 还在想吃了饭 要不要去医院一趟 看看陈沈他们 文言懒洋洋地半眯住眼睛 敷衍地说 啊看吧 他顿了顿 说 到时候再说 我不想搭计乘车 会给你们发讯息 恩 一顿饭吃得冰煮尽欢 反正乔念吃饱了 他又在某人的要求下 喝了一碗汤 吃饱喝足以后 他看了看时间 快下午三点半了 一中早就开始上课 他这会儿过去 可能只能赶上最后一堂课 乔念不打算再耽误时间 拉开椅子 站起来 跟屋子里的几人说 那我先去学校了 他说着 上楼拿东西去了 一直到他走了以后 江离才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似乎忘记问乔念 到底打算怎么摆平为奇这件事 为奇的事都还没解决 望爷和念念 为什么一个比一个淡定 好像这个家里面 只有他一个人在住击 郁闷 第522章都懒得搭理这种小角色 另一边 乔琛正准备出门 他昨晚上凌晨四点到的绕城 因为回来的太晚 就没回家 跟沈静岩一起住在饭店 中午徐旭和蔡炎知道他从京市回来 打了电话给他说 搬上给他接风洗尘 嘉庆功 让他回忆中一趟 这事搁在前几天 他未必想去 怎么说 他在京市生活过一个月 跟住沈静岩和魏灵 在沈家见过不少师面 亲眼见识过上层圈子的繁华 在看绕城这些认识的人 多少有些瞧不上眼 不过这两天他心情好 再加上自己之前从一中转学时 走得太过仓促丢人 这次顺利考上清大回来 曾经班上的人要给他庆贺 乔琛面上有光 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既然要去 他一定要好好收拾打扮一番 一来一去 徐旭中午给他打的电话 临到他出门 已经快下午五点 乔琛倒是无所谓时间 拿上自己的东西 前脚关上门 后脚迎面就撞上客厅里 沈静岩在和个男人说话 沈兄 那个乔念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了卫灵 他说你跟乔念比较熟 你知道他什么来路 为东山话说到一半 眼角余光注意到从 里面出来的乔琛 立刻警觉地打住话头 问 这位是 沈静岩回头就看到乔琛 停停欲力地站在那里 揉了下一夜没睡好的脸 目光沉沉地看向他 喊了声 沉沉 过来 然后扭头 跟为东山介绍 这是我包姐的女儿 乔琛她之前去青大参加联考 在我家记住过一段时间 这不考上了吗 她妈给她打电话 让她回来办升学宴 我就把她带上 一起回来了 昨晚飞机到的晚 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就暂时跟我住在酒店 沈静岩财大气粗 住酒店住的五星级的高级公寓 除了会客厅以外 公寓分上下两层 另外还有四间卧室 厨房等设置也应俱全 乔琛住在楼上 这会儿她听话的过去 站在两人面前 沈静岩心头正烦着 胡伦地跟乔琛介绍了下 这位是你舅妈的堂兄 你叫魏叔叔就可以了 乔琛一向乖绝 马上乖巧地喊人 魏叔叔好 你好魏东山 只看了他一眼就收回目光 随意地应了一声 显然心思没放在他身上 他昨晚一夜没睡 因为苏老接人的时间太晚 他有心想找人打听一下 也不得不按捺住这机 等到天亮 今天天一亮 他就给隔壁室打了无数个电话 把能找到的人全找遍了 结果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打听出来 乔念和苏怀远的关系 他这会儿屁股下面 彷扶正烧着一团火 随时有可能把自己吞噬进去 有心情关注一个 沈家的亲戚才怪 要不是听到沈静岩说乔晨考上清大 他甚至连搭理都懒得搭理这种小角色 乔晨看得出他们的敷衍 水眸闪烁 握住包包的袋子 很有眼力见地主动提出来 舅舅 我同学约我回母校参观 我就不打扰你 霍卫叔叔 先走了 第523章还等着面接倒霉呢 他如此懂事 倒是让沈静岩脸色好看些许 抬抬手 打发道 去吧 注意安全 别玩太晚 差不多给你妈打个电话 好乔晨答应的爽快 临走之前 他最后瞟了眼 坐在沈静岩对面的男人 只觉得为东山气势不凡 一看就不像普通人 脑子在一转 想起自己刚无意中听到的话 红唇情不自禁地扬起来 又是乔念 看来这次乔念要倒大霉了 他脚步轻快 出门不忘顺手带上门 也就没听到他出门以后 为东山忧心忡忡的话 我没想到这个乔念背景这么深 竟然认识苏老 你没看到苏老昨晚上来接人的态度 一眼就是站在他那边 关系不一般 而且我早上还听到派出所那边说 昨天半夜有人去把陈远爷保释了出来 我问他们谁保释的人 竟然没一个人敢说 沈兄 那个乔念是你侄女 你跟他熟 你知道他到底什么来头吗 我以前在绕城怎么没听说有这好人物 沈静岩脖子彭扶被人掐住般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平常在京市的时间居多 很少回绕城 一开始又知道自己姐姐家这个女儿的来历 偶尔回来一次 虽说没有对这个便宜侄女区别对待 却也没有放在心上过 这种情况下 他如何知道乔念的事 魏东山见他半晌不吭声 心烦意乱地灌了两口茶水 一脸焦虑 眉头紧锁起来 沉声道 你不知道 我总有种感觉这次要栽 昨晚上我一晚上没睡着 而且上头也开始插手这件事 我看这个事再不尽快摆平 情况就要反转了 他看向沈静岩 沉吟着开口 我跟魏灵说他听不见 不然你跟他说一下 让他不要再揪住这件事不放了 差不多得了 魏琪的性格 你我都清楚 人家不可能平白无故打他 肯定是他做了欠打的事 我们已经取消那个乔念的学籍 再让他赔魏琪点钱就算了 大家面子上过得去 不要闹得太难看 苏老那边 他除了害怕苏怀远这位上头的大佛 外 还忧心昨晚保释陈远的人 以他的身份 绕成算半个他的底盘 上下没有谁不卖他面子 早上他都那么说了 硬是没人敢跟他透露对方的身份 说明什么 不言而喻 人家绝对是那种 站在金字塔尖尖上 可能动一动手指头 都能碾死他的存在 才没人敢说 沈静岩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说完 见他心神不宁地坐在那里 甚至坐立不安 几次想站起来 文言抿了抿唇 浓眉大眼透出疲惫来 对上魏东山的目光 比他还沉重 说 情况已经反转了 魏东山 沈静岩不知道该 怎么 跟他说金氏那边的情况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 叶王川手里捏着位置什么东西 他只含糊地透露到 叶家那位插手进来了 你说望言 魏东山蹭的洞沙发站起来 面色发青 再颓然地跌回去 整个人都流露出后悔的意思 怪不得 怪不得那些人不敢告诉我 是谁保释了陈远 第524章都精明得要死 捂着成绩呢 如果是叶家那位太子爷 绕成谁敢在他没同意前 跟自己透露 魏东山这会儿 已经不是普通的后悔 他去后悔 自己掺和进位置的破事里 他若是不掺和静赖 自己屁是没有 这会儿一个不慎 却有可能粉身碎骨 自古以来都是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他这个站错队伍的小鬼 不得手当其冲被收拾 魏东山视线紧迫地盯着沈静岩 掐着自己手心 勉强才能忍住谗议 脸色极难堪 只问了一句 你跟我说实话 那个乔念到底什么来头 他打个人 怎么就各方大佬都齐聚在绕城 真TM撞鬼了 他看过档案 明明就是个普通高中生啊 他口中惦记着的普通高中生 这会儿刚到一中 去沈会那里消假 沈会下午没课 听说他要来 提早在办公室的 一见到乔念 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沸腾了 这就是清大连考了满分的学生 沈老师 你们班出个考了五百分的无节 就算了 还出个考了 说话的女老师 都没把分数说出口 满脸艳羡慕 恨不得乔念是他班上的学生 则等高考结束 清大那边公布成绩 我看绕成其他学校要封 这次清大连考成绩 五的笔网件 都言是 好几个学校都能在网路上 查到学生成绩了 清大还不肯放成绩出来 网路上很多人以为 清大这次出题太难 去参加考试的学生考得不好 所以才不愿意把成绩放出来 怕跟其他学校比较 丢了第一学府的面子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内情 清大这次无死连考成绩不公布 不是因为学生考得太差 而是有一个来考试的学生考得太好 他们怕自己还没提档案的好苗子 被其他学校趁着高考之前挖墙脚 再一个 乔念是他们学校为二两个名誉教授 黄老和聂老同时看上的人 乔念若是不来清大了 两个说好要出山的教授 不得又回去了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们才不干 所以这次学校武成绩 武得特别死 严丝合缝 几乎清大校内很多人 都不知道这次连考的情况 看来还是我给乔念同学准备的 高考优秀作文范本派上了用场 C班班主任是个男人 随时笑嘻嘻一张脸 胖得跟弥勒佛似的 这会儿手里拿着保温杯 一脸洋洋得意拍着乔念肩膀 小朋友 可以 给咱们一中争气了 沈慧还不知道乔念档案被卡的事 也不晓得陈远这几天发生的事 眼看着乔念回来 怎么看怎么满意 一向严肃的脸庞难得露出笑容 从乔念手里借过他批的请假条 柔声说 我给你批的假期明天才完 你刚回来怎么不多休息一下 不用这么筑记过来 乔念眼神挺眼 把手插在兜里 挺漫不经心的回答 我约了班上的人吃饭 反正回都回来了 就先过来消假 也可以沈慧说着 想起一个事 对了 校长要我跟你说个事 乔念挑起眼烧 沈慧笑了笑说 高考的事 第525章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沈慧给他转达了于校长的意思 无非是学校希望他参加接下来的高考 能代替学校争光 考个好成绩出来 当然 参加高考归参加高考 他们不会干预乔念填报志工 也就是说 乔念可以不填报志愿 最后还是以联考的结果为准 他可以读清大的中医系 关于这个事 乔念没一口答应下来 因为聂弥也给他发过讯息 希望他不要参加今年的高考 理由很简单 怕他考太好 到时候太多学校盯住挖他 他给跑掉了 他虽然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不过沈慧抱着一颗平常心 并没有为难他 在他从办公室走之前 都只劝他再考虑考虑 没多说其他的东西 就放他走了 从办公室出来后 乔念直奔一中校门 梁博文和沈青青 他们之前就收到乔念发的 要吃饭的消息 一放学 早早在学校门口等住 乔念一出来 大家火儿就沸腾了 念姐 我们吃什么 乔念穿着白T恤 头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 单手插兜 文言撩起眼皮 一双眼睛有黑又亮 颜伟脸著匪气 漫不经心地说 都可以 看你们想吃什么 钱嘛 他有点 吃个饭而已 吃破肚皮 他都管够 梁博文一听他这么说 马上摸了摸鼻子 露出难以抉择的表情 问其他人 念姐请客 我们去哪吃 就随便 找个地方吧 沈青青看人这么多 不想乔念太破费 为难地开口 A班其他人也这么想 只是学校附近吃得太多 随便找个地方 也要找个地方 幸好蒋婷婷 他们常在学校附近吃饭 对学校对面那条美食街 比较了解 眼看大伙都没主意了 他站出来 提出建议 我记得学校对面 上个月开了一家新的日料 环境不错 价格也合适 要不我们去那里吃 他说的那个日料 沈青青几人上学时 路过看到过 确实窗景明亮 从外面看店内装修不错 而且刚开业没多久 门口常挂出优惠折扣 那就去蒋婷婷说的那个餐厅 沈青青转而去看其他人 其他人呢 有没有别的意见 有意见的赶紧说哈 不说我们就决定吃那家了 A班大家都只想跟念姐一起吃个饭 他们对吃什么都无所谓 大家一商量合计 马上就定下来去吃蒋婷婷说的那家店 念姐 我们吃日料吧 你呢 有没有想吃的 我们跟住你吃也行 沈青青问了所有人 不忘征求乔念的意见 我无所谓 他们没意见 乔念更加没意见 她慵懒地站在那里 压了下茂言 就说 既然决定好就走吧 我找不到路 只有你们带路 我知道在哪里 我来带路蒋婷婷 举手 揽下领路的活儿 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 往一中对面的美食一条街走去 此刻 他们选中的那家日料店里正热闹 B班老师没脱糖 放学得早 以徐旭和菜颜为首的几个人 占据了店里最大一张桌子 大手笔的叫来老板 点了不少餐点 一群人围坐在桌子旁 众星拱月班把乔称围在最中央 第526章 清大药有心笑话了 做日料需要花费时间 老板见他们人多 先让店员给他们倒上茶水 乔臣端起杯子 含蓄优雅地抿了一口水 味道一般般 一喝就知道是那种劣质的便宜货 他在沈家喝惯了家里 动辄几千块几两的茶叶 嘴巴早就变得挑剔起来 只喝了一口就放下杯子 碰也不碰 心里挺瞧不上 必搬这群人找的餐厅 觉得档次太低 不过他一向善于隐藏自己的心思 就算心头不满意 班上找了个这种地方庆和他考上大学 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倒是徐旭见他低垂着结语 喝了一口茶 就坐在那里微微笑着不说话 眼睛一转 缠媚地捧住手说 称称 你这次确定考上清大音乐系了吗 好羡慕啊 我看网路上其他学校的成绩都出来了 只有清大还没出来 本来想跟爸妈炫耀你考上清大的事 都找不到新闻 他一提起乔称 考上清大 B班的人的目光全落在乔称身上 吴不厌羡慕 想想也正常 你班上有同学考上第一学赋 换成你也会羡慕地流口水 只是有些人表现出来 有些人没说而已 乔称感觉到四面八方落在他身上的目光 包括日料店里的店长都往他这边看过来 他含蓄一笑 很谦虚地说 嗯 确定了陈武教授跟我说的 说我被音乐系录取 只等高考过后调档案 哇 徐旭羡慕得要死 双手撑着下巴 迫不及得地问他 陈武教授该不会就是金融系的那个陈武教授吧 乔称觉得他这话问得很可笑 清大难道有两个陈武教授 但他还是耐着性子 口气温和地回答 嗯 就是那个陈武教授 他是富哥哥的导师 我们见过一面 我有幸跟他吃过一次饭 所以加了微信 成绩出来以后 他发微信告诉我的 看看自己还要为三个月后的高考努力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大概氛围有些沉重 乔称在中间打圆场 端起水杯遮掩着嘴上的笑容 似乎不好意思地说 你们就不要开我玩笑 自从赵敬威被判刑 徐旭成了他头一号的狗腿子 马上捧场 道 就算没有富哥学长 称称也是清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看等开学以后 清大要有新的校花了 新校花是谁 不言而喻 提起校花 B班有个人想起来 对了 我记得A班那的乔念 也去参加了考试 怎么没听到A班那边有动静 第527章 正好听到自己的名字 他一提乔念的名字 氛围比刚刚还奇怪 大家都不说话 观察着乔琛的反应 乔琛瞧不上这里的茶水 不愿意喝 这会儿又端起杯子 掩饰性地喝了一口 将一侧的头发拢在耳朵后面 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淡定 彭扶他只是提起一个 无关紧要的名字 徐旭反应最快 回过神来 立刻嗤之以鼻道 王衡 你替他干什么 扫兴得很 本来大家高高兴兴地 给琛琛接风洗尘 你非得提起一个 让人不愉快的名字来 要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被叫做王衡的男生 也是B班的人 属于在班上 调皮捣蛋的类型 成绩一般 以前刚开学追过乔琛 一直都是乔琛的舔狗 到现在依旧喜欢乔琛 他吊二郎当 往椅子上一靠 把手搭在上面 说 不干什么 就是想起来问一下 被他目光在一群人中 缩寻一圈 落在角落 戴着厚敌眼镜的女生身上 嘲讽 初开口 吴杰 你不是A班的人吗 说说呗 乔念考得怎么样 他专门请假跑到清大去 有没有考上清大 今天是B班聚会 乔琛却邀请了吴杰过来 美其明约吃饭 吴杰过来之前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B班的人在 还以为乔琛只叫了他一个 本来想走 可他到的时候 乔琛热情地招呼过他 他没找到机会走 这会儿间大家都在看着他 等着他回答 他紧张起来的绷颈背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局促地回答 这个 我听说没考上他 声音小的和文字差不多 必须竖起耳朵听清楚 只听到他低声道 我和琛琛在大教室 等待面试的时候 没看到他的人 一般没有过连考比试的人 都不能参加第二轮 所以 乔念刚踏进 蒋听听他们说的这家日料店 就听到有人挺大声地说起他名字 啊 说得那么委婉 你说那么多 其实就是乔念没考上呗 他下颚线条挺冷 压了压冒颜 颜尾上扬 五 没考上什么 五节没明说 说得很含蓄 但是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应该是他考上 班上不会没人说 多半没考上清大 清大没那么好考 去的 全是尖字声 我们绕成今年好像只有 陈陈一个人考上 我也在第二轮被涮下来 他连考成绩不好不差 刚好五百分 吊车尾进入第二轮面试环节 他的目标是物理系 一轮面试下来 物理系教授提出来的好几个问题 他都没回答上 最后理所当然被筛选出局 对这个结果他并不意外 去之前他就想过自己考不上清大 只是不甘心想去尝试 后面面试没过 他没急着走 在大教室里等了一会儿 听到后面进去考试的考生说 乔辰考上了 还说金融系的陈武教授 对乔辰刮目相看 主动开口邀请乔辰 辅修金融系 吴杰说不出自己的感受 就是很羡慕 另外还有崇拜 在他眼里 乔辰就是每个女孩子 做梦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长得漂亮 家庭条件好 成绩好 个性还温柔善良 第五百二十八章 你说谁考不上呢 想起这个事 他抿了抿唇 没注意到门口进来的人 轻声为乔辰打抱不平道 称称成绩这么好 其实当初不该转校 如果他不转校 这个荣誉就会落在一中头上 也不会便宜五中 他极度称称 非要把人赶走 最后自己又考不上 我有时候真不明白 他是怎么想的 他声音不大 但这家日料店 就巴掌大的地方 梁博文他们后进来 正好听到这一段 当即怒道 吴杰 你说谁呢 谁考不上 谁又嫉妒乔撑了 你把话说清楚 靠 谁TM说念 姐没考上 她跟谁急 吴杰和B班众人 这才注意到门口呼啦啦 进来的一群人 不是乔念为首的A班的人 是谁 他们背地里说人家坏话 被抓个正住 大家面上嘟露出尴尬神色来 吴杰缩了缩脖子 脸色微白 惊变得望向门口进来的几人 发现除了他以外 A班的人几乎全在这里 包括乔念也在这里 站在人群最前面的女生 戴着鸭舌帽 直露出小半张脸 下额线条精致流畅 直往那一站 气场十足 就狠也狠撒 她想起自己刚内含乔念的话 顿时紧张地握紧拳头 被几时双眼睛盯住 她张了张嘴 想站起来 双脚又像是定在了地上 站不起来 只倾住脸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又没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 让大家听听 梁博文帅气的脸 神情威乐 双手抱胸 一点面子都没给她留 她其实挺有绅士精神 一男生 平常很少跟班上女生大声说话 可刚吴杰那番话 说得太难听 连她都听不下去 你刚不是说 有人没考上 又说那个人极度乔撑 你在说谁 别跟我说 你没说谁 总不可能你说了半天 说个空气 乔念不爱 跟人计较 更别说这种 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 对方也没做什么 特别过分的事 她懒得去管 只是有点败心情地 拉了一把发脾气的男生 眼尾挺斐气 声线暗哑 梁博文 算了 念解 梁博文吞不下去这口气 A班不少人同样生气 怒视住明明该是他们班上的人 却跑到B班 跟人家一起内涵自己班上同学的吴杰 吴杰感受到真刺一般的目光注视 咬着嘴唇 眸光一闪 忽然冒出一句 我就说她 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 她本来就没考上清大 还有 称称本来就是因为她才转学 如果不是她 我们学校今年会多一个考上清大的学生 就因为她的原因 一中才丢了这份荣誉 我说两句不对吗 这话 说的A 班的人都愤怒了 特别是沈青青 她之前跟着乔念一起拦着梁博文 这下变成梁博文暂时隐忍下来 她拦不住了 你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 你哪个字对了 念解招你惹你 还是挖了你家祖坟 你嘴巴这么浅 吴杰居然还挺起胸膛 反唇相乐 我说两句实话而已 和谁得没得罪我有关系 再说 我说什么了 我骂她了吗 怎么就嘴巴欠了 第529章 脸要被打得稀烂 B班的人都没想到她这么刚 跟自己班上的同学都能争锋相对 B班的人回过神来 纷纷开启嘲讽模式 对啊 人家吴杰又没说什么 还不被允许人家说说实话 未免太霸道了吧 你懂什么人家A班是学校尖子班 人家当然不允许我们这些人说话 学霸嘛 就是牛掰 吃学霸没考上清大 学霸去京市考了个寂寞 哎哟 你瞎说什么大实话 没看到人家班上的人都在那里 万一人家生气了 说我们嘴巴欠怎么办 呜呜 我好怕怕 乔臣听着店里此起彼伏的嘲讽声音 嘴角勾起一个嘲弄的弧度 他没搞懂乔念打了为奇 为什么还没被抓起来 但这会儿的感觉太好了 他也懒得深究其中缘由 明明只要他开口劝一句 让两边不要吵 这个事就过去了 他偏偏不吭声 好整以暇地坐在那里 娇容威廉起 娇精地捧着杯子 似乎在欣赏杯子里的茶叶 那角柔造作的样子 看得沈青青一阵恶心 刚要说话 乔念忽然拉住他 念解 他不解地偏过头 不懂乔念的意思 乔念着把手从衣兜里抽出来 散漫地走过去 走到碧班那一桌前面 他身形瘦削 但那一身的气场 可不是谁都模仿得来 太嚣张 碧班的男男女女 顿时一个个鸦雀无声 不敢说话了 明面上他们人多 面对乔念一个人却露了怂 你 你干什么 徐旭胆子小 坐在乔臣身边 坐立难安 担忧又警惕的妄想 站在他们前面 匪气十足的人 乔念 你该不会想打人吧 你最好别乱来 这里离学校近 我们随时可以告你 则回答他的是一声 漫不经心的嘲弄 乔念着脸上的神情淡淡地 瞥了他一眼 挺眼 我说过我要打你 徐旭 你没说 但是你那个架势看起来太害人 他没敢把心里的实话说出来 乔念微微仰起头 露出一张令人惊艳的脸庞 半眯住眸子 注视着边上的吴杰 问了句 乔臣考了多少分 他声音微雅 有种没睡醒的烦躁感 但是声线很好听 就很撩 吴杰被他问得愣了一下 下意识看向身旁的乔臣 乔臣心头咯噔一跳 目光从茶杯上移开 落在乔念身上 他眸子变得变幻不定起来 面色微微泛白 手指抠紧杯子 明明唇说 他们没别的意思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没必要连同校同学开个玩笑 都要计较吧 这话说的 搞得像乔念他们 在背后说人家坏话被逮捕住一样 梁博文脸上一沉 没忍住对他 你现在这么深明大意 让我们不要计较 早干嘛去了 你们一群人坐在这里 说念解坏话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出声制止 我们追究 就叫跟你们计较了乔臣 我劝你做人不要太双标 这番抢白又很又辛辣 说得乔臣面上无光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乔念懒得理他 一双眼睛微眯住 注视着吴杰的脸 又问了一遍 你刚说那么多 还没说乔臣考了多少分 第530章乔念什么意思 故意羞辱他 乔臣一下子抠紧手掌心 心跳得飞快 B班有些人还没搞清楚状况 还在那里出言不逊 特别是乔臣的狗腿子徐旭 说得最起劲 乔臣考多少分跟你有关系 你知道又怎样 你又考不到那么多分 另外 一个和乔臣关系好的菜颜 微微抬起下巴 露出冷风的笑容 不屑道 你问晨晨考多少分 你自己考几分 过500了吗 呵呵 你念解过了600 你信吗 梁博文听到这里 反而不生气了 双手抱胸 冷眼看着眼前这群 跳梁小丑 跟个傻逼似的 在那里自我陶醉 他冷淡地也问吴姐 你怎么不说话了 乔臣考了多少分 让你舔着脸 跟住人家班级的人 在这里诋毁自己班上的同学 他这话说到A班 所有人心坎上面 班一样团结 吴姐平时性格内向 在班上不爱说话 但大家伙从来没有排挤 针对过他每次班上 有活动都叫着他 前几次念解请客吃饭 他也跟住去了 这会儿却坐在乔臣 一起背地里说乔念坏话 这种小人行径太过恶性 大家都是一群 十七八岁的热血少年 最见不得就是像他这种 当住别人面一套 背住别人面又是一套的人 吴姐 能感受到来自班上 同学的鄙夷视线 他如同被针扎般 面色发白 有些坐立不安 但事情已经闹成这样子 他骑虎南下 不可能再回头 只能咬着牙走下去 反正不管梁博文 他们说到天上去 乔念没考上清大 就是没考上 他这么一想 反而定了定神 放在桌子下面的手 揪住裙摆 抿了抿唇 抬起头 一双充满极度不愤的眸子 隐藏在厚底眼睛下面 挑衅地开口问乔念 你真的想知道 吴乔念懒洋洋的 头微微往后仰 一张脸精致漂亮 就是太过散漫 身上的匪气太重 不像乔臣给人的感觉 那般淑女 也不算特别想 知道 这个回答太出人意料 吴姐本来憋着一口气呢 正准备爆发出来 乔念的回答 反而让她有种 一拳打在棉花上 打了个寂寞的感觉 好在下一秒 她 面前的女生 把兽插进兜里 微微低下头 结语垂下来 又看向她 漫不经心地说 不过看你们这反应 我又有点想知道了 她早知道 乔臣参加了这次清大联考 但她从来没想过要跟乔臣比较 更谈不上争夺 既然不是对手 她也懒得关注乔臣的成绩 查分的 事后 她只查过自己的分数 没问过别人的分数 但见吴杰和毕班这群人 聚在一起讨论起她 乔臣又摆出那副姿态 她有点被勾出好奇心 想知道乔臣到底考多分了 看他们这个架势 她估计乔臣起码考了个600以上 620 她散漫地眯住眼睛 往人群中央坐着的女生身上晃了一眼 挺随意 没什么情绪 乔臣却彷扶被人扇了一耳光 掐紧了手掌心 水眸疏然跟她 撞上 眼底充满了愤怒和羞恼 第531章 你念姐就是个孤芬黑洞 乔念什么意思 故意说个不可能考的分数来羞辱她 乔念一看她仗得通红的脸 和看向自己的眼神 明白过来 说多了 她想了想 王少说了十分 610 她其实并没有羞辱乔称的意思 只是正常猜了下成绩 毕竟她自己就是那种随便考一考 都能考个650的怪物 你指望她按照自己的标准 猜个多合理的分数出来 梁博文和沈青青他们都知道乔念的性格 知道她不是有意恶心乔称 但看到乔称那张乍红乍青的脸 心头还是忍不住想笑 一下子出了一口恶气 念姐 你猜低调点梁博文笑盈盈 恶心死人不偿命 乔念露出挺照义的表情 说 我猜的还不低调 我觉得可以再低调一点 哈哈哈哈 其实她快笑死了好吗 乔念挺烦躁的 压了压冒言 一双猫眼没睡醒时的半咪住 博纯青土出个成绩 600 在她的印象中 历届请大连考成绩都不差 毕竟是全国 各地各学校的尖子生去考 就算题目比起高考题难一点 最后出来的成绩普遍在500到630左右 看这个样子 乔琛肯定考上了清大 B班的人又专门聚餐给她庆贺 乔琛的成绩可能比一班还高 她觉得不至于低于600分 她没注意到 她话音一落 乔琛的脸彻底黑了 铁青一片 眼底阴晕着压不住的脑幕 她明明气得要死 却还要在几十个同学面前 维持住自己的形象 脸色微沉 勉强扯动嘴角 想笑 又皮笑肉不笑 柔声说 我成绩没那么好 只考了588分 她说588分的时候 声音轻慢 咬字清晰 足够让在场所有人听清楚 下巴也焦筋地抬起来 和她谦虚的语调完全是两种状态 乌琛刚被乔琛一通猜分的操作弄懵了 这会儿反应过来 马上在旁边解释道 这次清大联考的题目特别难 好多人都考得不好 我之前做网级的考卷 能考580分左右 这次只考了500分 勉强进入第二轮 琛琛走的艺术生路子 她考的588分已经是高峰了 这次去参加联考的人 没几个人比她考得好 她这个成绩正常参加高考的话 肯定能考个600分以上 一样能考上清大 她像是故意恶心乔念一样 吹捧乔琛说 我真 没想到琛琛能考这么好 她进步好大 如果没转校 下个月的月考肯定能进年级前三 一中年级前三一向是重点大学的苗子 要冲击清大南大之类一流学府 以前吴杰一直在年级前三里 后来乔念转过来 上次考试乔念成了年级第一 梁博文年级第二 正常情况下 吴杰应该是第三 偏偏陈远回来了 陈远辍学半年回来 就考了的第三名 和第二名梁博文总分只差五分 却甩开她这个第四名二十分 因为这件事 吴杰心里一直不舒服 特别是看到沈青青 梁博文 陈远他们又老是跟住乔念一起玩 班上俨然因为乔念到来 扭成一股绳子 连讲听听这种不爱学习的人 也能跟他们打成一片 最近都开始认真读书 他在班上就显得越发的性格孤僻不合群 第五百三十二章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他也不是讨厌乔念什么行为 他就是单纯讨厌乔念这个人 他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乔念 围着乔念转 好似乔念天生人缘就好一样 不对 你这个成绩在 青大连考都能拿下五百八十八分 参加月考指不定就是年纪第一名 之前的第一名是乔念 吴杰针对得太明显 乔琛被捧着飘飘然 隆起耳边的碎发 心情好了一点 微微抿起嘴角 笑着说 没有那么夸张啊 我只是运气好 碰巧发挥的比较好而已 全靠我舅舅给我请了家教老师 他给我找到专门辅导 青大连考的家教 据说是石浮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老师给我押的题很准 好几个大题都是他给我讲过的内容 其实他说谎了 他这次能考这么好 确实是压题压得准 但不是沈静岩给他找的补课老师压题压得准 而是他在乔念给他的那本习题册上 看到好几个和考卷子同类型的题目 但这话 他又怎么可能说出来 说出来不是白便宜的乔念 徐徐一听他提起惊事 捧着脸 露出羡慕向往的目光 那种家教老师很贵吧 乔臣瞧不上他土包子般的做派 矜持一笑 我不知道 应该不贵也不便宜吧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肯定贵啊 像这种针对性的老师 一直是家教里头最贵的一种 你看看你平时去找个学钢琴的老师多少钱 找那种专门带你考级的老师 又是多少钱 我估计这种老师一节课下来起码三千起 绕成比不上金士 金士更贵 一节课一万都有可能 蔡妍家里做的木材生意 家里住的别墅开的路虎 算很有钱了 他这么一说 大家看乔臣的眼神变了 蔡妍这还不算完 还故意地提出来 对了 琛琛 你身上穿的是 Seven家秋季限量款的裙子吧 乔臣自从上次 在手链上栽了跟头 对这个 牌子就格外执拗 他文言王尔一笑 微微连起结语 我舅舅给我买的 我倒是没注意台子 又是舅舅 大家羡慕的不行 乔念瞥了一眼 他身上那条据说是 Seven限量款的裙子 剪裁做工 比上次他穿到学校去的裙子 高级的多 但也仅仅如此 Seven家的东西 最贵的不是限量款 是看系列 有些系列 就算是限量款 也属于低阶线 只有一两个系列 属于真正的高端线 例如夜兰之前 买给他的裙子 就是Seven高阶系列的 成衣限量款 乌杰同样羡慕乔琛 有个精实的舅舅 据说乔琛的舅舅背景很强 不是他们能接触到的层次 他羡慕完以后 不忘侧过头 看向乔念 对了 你还没说 你考了多少分 梁博文还在奇怪 他们说着分 说着分 怎么又说到衣服去 啦 这会儿看乌杰 不见棺材不掉类的诱问 挺不屑的 乌杰生怕乔念不说斑 出言讥讽 你刚一口一个六百多 晨晨已经把分数告诉你了 你呢 问了半天 你自己考了几分 怕不是没到 五百吧 第五百三十三章 也就比乔晨高六十二分 因为他是第二轮面试 吊车尾的那个人 他没在大教室瞧见乔念 就表示乔念比他考得差 乔念肯定没到五百分 乔念已经从乔晨全身 Seven上收回了视线 文言散漫地瞥了他一眼 但声说 也没多少 比他高六十二分你说多少 乌杰没忍住 拔高声音 表情因为肌肉牵扯 显得滑稽又奇怪 他忍不住笑了 你说你比晨晨多考六十二分 B班的人也懵了 有人算了算分数 我记得刚晨晨说 他考了五百八十八分 乔念比晨晨高六十二分的话 五百八十八加六十二等于多少 另外一个人心算出成绩 六百五十 大家都不说话了 乔念考了六百五十分 开玩笑呢 总分一共才六百五十分 乔念如果考六百五十分 岂不是考了满分 乌杰自然算出来总分 那哄急了 扶住自己的眼镜 说乔念 你吹牛也吹个像样点 你怎么不说你考了七百分 听起来更厉害呢 这个问题乔念认真思考了下 撩起眼皮 毛子有黑又亮 散漫的把手插在兜里 还挺认真 总分只有那么多 没法 扑 乌杰笑了 B班好多人都笑了 笑他太实在 还知道总分总共才六百五十分 不能吹七百分的牛逼 唯有乔窝笑不出来 扯着嘴角坐在那里 坐立难安 他记得温子余说过 乔念考了满分 这会儿乔念自己也说出六百五十分的成绩 他心头笼罩的不安越来越明显 他不觉得有人能考满分 但他又了解乔念的性子 懒得说谎也不屑于说谎 但乔念不是在说谎的话 难不成他真的考出青大史上第一个满分 乔晨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屁股下面 庞腹有针在扎似的 一颗心跳的飞快 脸上的血色逐渐淡下去 吴杰还跟个傻子似的 在那里嘲笑 你 说你考了六百五十分 哈哈 那我怎么没在大教室看到你 乔念挑起眼瞼 懒洋洋的说 哦 是吗 我倒是看到了你在讲台边上跟乔晨说话 你 怎么知道吴杰一下子笑不出来了 面色惊变 彭腹被谁掐住脖子 一张脸仗得飞红 他眼神剧烈的晃动 看乔念的表情和见鬼差不多 他没跟别人说过他在大教室里跟乔晨聊过天 更别说精确到时间地点 乔念为什么会知道 乔念文言微扬着一张脸 散漫的挑起眉梢 声音很随意 因为我也在那个教室 不过我没从前门进去 坐在后排 你可能没看到而已 吴杰已经信了八分 只是这个相信如同一耳光打在他脸上 错愕 难堪 惊讶 尴尬等等情绪起起涌上来 他脸色发青 手指尖都在颤抖 你 你真的考了650分 念姐需要撒谎 梁博文冷笑一声 目光扫过一圈必斑的人 他长相阳光帅气那一挂 在衣中妥妥的校草级人物 家里又有钱 好多女生都喜欢他 他自己也会穿衣服打扮 很有自己的风格 例如今天 他就穿着知名运动品牌的套装 头发用抹个竖起来 露出光洁的额头 清爽俊朗 第534章 提鞋都不配 这会儿他把手放在衣服兜里 一公尺八的身高 在一群高中生里算很高了 居高临下地看住必斑一群人 眼神令人畏惧 念姐就是考了满分 650分 这一届清大连考第一名 乔念考了第一名 怎么可能 清大哪里有考650分的学生 那个题目他做过 比一般练习册上的题目难得多 他拼尽全力去做 才考了500分 所以知道乔琛考了588分 他对乔琛那么的崇拜敬佩 但这会儿 乔念告诉他 考了满分 乌杰庞福听到啪啪的耳光 打在自己脸上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他就看到 站在他前面弹幕的女生 还有他身旁围着的A班的同学 不管是梁博文 还是沈青青 甚至蒋婷婷他们 大家看他的眼神 都像在看一个叛徒 无比冷漠 有的人甚至毫不掩饰 脸上对他的厌恶 那些厌恶和反感 像是一根刺在他心脏上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觉得这个世界玄幻了 乔念考第一 他赌乔念没考上 才八戒乔 称说了那通话 现在他把班上的人 全得罪个遍 再告诉他 他弄错了 他捧上天的乔称 考的588分 在人家面前就是个笑话 提鞋都不配 人家满分碾压他们 他们还在背后讨论 人家考不上清打 乌杰不愿意相信 双手抓着杯子 杯子里的水都在颤 咬着唇否认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考第一 那称称算什么 他本来是发自内心的 脱口而出一句话 却让乔称宛如被打脸 急痴白脸地掐紧手掌心 这个乌杰脑子有毛病吧 带他做什么 梁博文视线撇过 急痴白脸的人一眼 失笑一声 我怎么知道他算什么 他本来什么都不算 是你自己觉得 他了不起 我们可没说过他算什么 他懒得跟吴杰继续说下去 也知道乔念无非是看在 吴杰他们这群人 越说越难听 还连带上A班一起嘲讽 才搭理他们几句 这会儿把话说清楚了 他看都不想看吴杰他们一眼 跟身旁的人说 念姐 走吧 我们换个地方吃饭 毕竟人狗不同桌 B班的人被他内涵成狗 一个个脸色都不好看 却没一个人站出来反驳 没办法 你挑衅在先 结果人家打脸在后 除了躺平任朝外 他们还能做什么 而且乔念考了650 这个分 对学生党来说实在太高了 没人想过这种分数 所以大家都沉默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手太弱 一处在下风没人站得出来 梁博文跟他们说的没意思 扭头跟乔念说 隔壁还有家烤肉 味道不错 我们中午吃烤肉吧 乔念无所谓 双手 垂在身侧 撩起得眼眸挺眼 耸肩 嗯了一声 走了走了 他立刻挥手招呼一般的人 大家也懒得跟吴杰那种人计较 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将这个人 从班上踢除 一边跟上步伐 转眼 一大群人呼啦啦啦地走了 只留下乔琛等人坐在那里 气氛却和之前截然不同 乔琛差点把手掌心掐破了 面对沉默的气氛 他壮似不经一般提了一句 乔念他不是打了人吗 怎么没事 不要急 魏家的事马上来了 第535章 学校要知道了肯定开除 B班的人都没作声 主要他们压根没听过这件事 乔琛却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茶水 慢调四里的开口 我听说这个事闹得很大 被打的人断了三根肋骨 进了医院 许旭听到乔念 把人打进医院 还打断了对方三根肋骨 瞠目结舌地扎嘴说 这算违反校规吧 按照校规 他这个要被学校开除 校外斗殴也就算了 又闹进派出所 吧 人家打成那样子 学校不管 乔琛用杯子掩饰着嘴边的弧度 不住痕迹地往无杰方向看了一眼 轻飘飘地说 我觉得学校可能不知道 不然不会不管许旭傻乎乎乎地在旁边点头 深 以为然 也是他成绩再好又怎么样 成天跟个小混混似的 闹出这么大事 影响学校的名誉 学校肯定不知道 知道铁定要开除 如果学校开除他 他 岂不是不能读清大了 他一脸遗憾的表情 那模样恨不得学校马上知道这件事 乔琛垂下结语 看起来很温柔 淡淡地说 不知道不过如果没有学籍 应该是不能读大学 他们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乌琛那张惨白的脸稍稍红润了一些 咬住嘴唇 厚底眼睛下面遮盖的那双眼睛一片冰冷 另 一边 乔念跟A班的人聚玩餐分开 就接到沈静岩给他打的电话 他在路边打了个车 到了市中心 对方约的咖啡厅 还是上次沈静岩回来的时候 约过他喝水的地方 档次挺高 环境也好 乔念进门前 压了压茂岩 随意地推开门 走了进去 一进去 就有人对他招手 念念 这里 他抬眸一眼看到叫他的人 不是笑容和须的沈静岩是谁 他抿唇 把手揣进兜里 朝着那头走过去 礼貌地跟沈静岩打了个招呼 沈叔 沈静岩看他过来 马上给他拉开椅子 让他坐 一边让服务生过来 没一会儿 服务生就过来了 抱着托盘 礼貌地问 请问两位需要点什么 一杯阑珊 不加糖 他点完自己的咖啡 又问乔念 念念 你呢 想喝什么 乔念坐下来 靠在椅子上 坐姿很随性 挺斐气地抬起头 想了想 说 柠檬水吧 一杯阑珊 一杯 柠檬水是吗 服务生确定了下他们的点单 乔念漫不经心地 应了一声 恩 服务生玩耳一笑 道 好的 马上为你们送过来 沈静岩没想到 他只点了一杯白水 刚在想要不要再问下 他还喝不喝其他的饮料 就听到乔念的声音 沈叔找我出来有事 呃 正好这个时候 服务生把咖啡和柠檬水送过来 缓解了下他的尴尬 沈静岩端起咖啡 喝了一口 措辞着开口道 魏琪的事 我听说过 这个事 是他做的不对 我代替他跟你道歉 他会提起魏琪 乔念一点都不奇怪 毕竟今早上 他从陈远口中知道 叶望川也插手了这件事 就更不奇怪 沈静岩为什么找他 第536章赔100万 你看怎么样 他愿意出来 理由很简单 以前沈静岩对他不错 欲情欲礼 算他半个长辈 他愿意给沈静岩一个面子 但为其的是 乔念挑起眉梢 严谨一概地开口 沈叔 你弄错了 他没必要跟我道歉 他没欠我什么 他该道歉的另有其人 沈静岩来之前 给魏英打过电话 问清楚昨晚上 叶家哪位旺哨 给他看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了 这会儿听到乔念的话 只觉得无比头痛 他当然知道 乔念指的是谁 陈远 一个毫无背景 家里一穷二白 父母从乡下绕成发展的男生 像这种蝼蚁一般的存在 放在以前 他可能看望眼 都看不到这里来 反而这会儿 他却不得不去面对 沈静岩表情威宁 沉吟着开口道 念念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让魏琪给陈远道歉 我问过他 他确实让人去威胁陈远 想让陈远签字 但他不知道 那些人会动手打人 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 乔念没吭声 表情看起来淡淡的 身形舒展的靠在沙发上 眼神似笑非笑 等住他下文 沈静岩今时今日的地位 已经很少需要摆出这种低姿态 跟人说话 这会儿却不得不一再降低自己的态度 轻声道 念念 你也动手替陈远还回去了 他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知道自己错了 你看这个事 我们能不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乔念等他说完了 才把兽搭在桌上 摸住玻璃杯的边缘 眼神看起来很散漫地问了他一句 沈叔 如果 我是说打个比方 陈远是你的儿子 你会像现在一样 跟我说就这么算了吗 这话把沈静 言问住了 因为答案呼之欲出 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乔念着看住他的反应 漫不经心地继续 魏琪是躺在医院里 但陈远同样挨了他 而且因为这个事 可能没办法上大学他家的情况 你应该了解过条件不好 他爸爸常年住院 妈妈在外面摆摊赚钱 一家人就指望住他上大学 改变人生 沈静言不在乎这些东西 听得很不耐烦 因为他和魏琳一样 压根就没把陈远当一回事 马上说 这个事 是我思虑不周这样吧 念念 我赔他们家一笔钱 一百万 你看怎么样 一百万 对一般人来说 确实是一大笔钱 像陈远他们家的状况 可能十年都不一定 能赚到这笔钱 但他有的是钱 若是陈沈肯要这种钱 他早就不需要陈沈出去摆摊了 就是因为陈沈从来不肯要他的钱 他才只有在别的事情上想办法 比如迂回地找到医院 给陈叔弄成单人病房 再比如在每个月的住院费 和医药费上动手脚 只需要他们给三分之一 甚至更少的钱 当然他做这些都是瞒着陈家人 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所以他这会儿听到沈静岩 用施舍的语气说 想拿钱摆平 心底只想笑 眼神却极冷 第537章 还能找梁路教授 给他爸爸看病 沈说 我想你弄错我的意思了 他说的慢条私理 沈静岩误以为 他觉得自己开的条件太低 不够打发陈家人 于是沉吟着说 这样吧 你说陈远他爸爸常年住院 绕成医疗资源不好 我可以把他爸爸 弄到京市的医院去 找最好的专家给他看病 说起这个 他倒是想起一个人来 你听过清大的梁路教授没 他神情和缓 浅浅一笑 说 他是国内医疗脑科专家 陈远的爸爸 若是这个领域的病 我可以出面 让梁路教授 帮他看一下梁路教授 平时不给别人看病 一年最多 接两三台手术 不过他之前欠过我一个人情 应该会卖我个面子 只要我开口 他多半不会拒绝 这可是想都想不到的好事 我想应该能抵消 为其干的蠢事了梁路 乔念在脑海中 过了一遍这个名字 想起来的这号人物 就是那个专门跑到绕城 大发慈悲 想要给他个保送名额 被他拒绝之后 就恼羞成怒 几次三番 找他麻烦的梁路 他半眯住眼睛 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 表情挺漫不经心的 没把这个人放在心上 比起梁路 他更相信 黄老可能有办法治好陈叔 至于梁路 身为医生 却连基本的人格都没有 他并不觉得这种人 在医术上 能有多大的建树 一个连任何不同 都不能包容的医生 如何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中医 西医 说到底 不都是为了治病救人 他若是想找人 给陈叔看病 大可以找黄老 没必要退而求之次 通过他去找梁路 不管国内外 名气上或医术上 黄老梁路 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只是还不到时机 陈叔身体体质太弱 不是以远行 他还需要在高考前的 三个月时间内 给陈叔调理调理身体 再说 沈静岩还在跟他解释 梁路有多厉害 有多难请 乔念打断他的话 严谨一概地说 沈叔 为其的事我可以算了 还是那句话 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 为其给陈远道歉 第二 不影响陈远上学 这是我的底线 如果不行 我们就没有谈的 沈静岩没想到 他这么强硬 自己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都不愿意退让 脸色稍微有些难看 脸上的笑容 也跟住淡下来 盯着乔念的眼睛 陈生说 念念 后面那个条件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前面那个条件 能不能算了 陈远的认罪书 他可以动用关系追回来 但要为其认错太难了 首先 为其就是个混不吝的 二世祖性格 被家里人惯坏了 那个小霸王 不可能给人认错 更别说跟陈远那种 他压根瞧不上眼的人认错 另外 为其认错 等于认下陈远 被查出来的东西属于他 这个是要被拘留处罚的 为其若是进了拘留所 为家的脸往哪里放 他这个要求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太难 起码他想更折中的 将这个事大事化小 我知道陈远是你的朋友 你想为他出头 也知道为其做得不地道 但他真的知道错了 念念 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原谅他这一次 算舅舅拜托你了 好不好 真是 親 这个 这个 关